她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大夫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 生老病死实属是正常 可女人实在放不下她的儿子 然而大夫的一句话 彻底断绝了她的希望 看着眼前懵懂无知的儿子 满苍娘流下了不舍的眼泪 她强撑着一口气打算带着儿子 去寻找远在青岛的亲戚 不料再半路就撒手人寰 临终之前满苍娘将亲戚的地址告知儿子 谁知这满苍是真傻 一转头就把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好不容易来到青岛 满苍是又累又饿 落魄的和乞丐是没有区别了 初来乍到的满苍 与这繁华的城市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她看到不远处金黄色的面包 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她不知道这是外国人的地盘 怎么会同情中国人呢 好啊 这时一位中国人告诉满苍 这里不是咱中国人待的地方 得去那边山东街才能找到组织 满苍懵懵懂懂的离开了 她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四处乱窜 盼望着能混口饭吃 满苍跟随着人群来到一处院落 原来有人在这变戏法 只见一中年男子在台上 凭空变出一盘包子 满苍看得是羡慕不已 这时一位小女孩拿着托盘 挨个向客人们讨要赏钱 当盘子停在满苍面前时 她一动不动 可是女孩却不打算放过她 托盘离她更近了一步 可惜呀 满苍现在穷得是叮当响 女孩无奈留了个白眼给她 此时女孩的姐姐看到满苍的窘迫 她好心的给了满苍一个包子 表演结束以后 中年大叔见满苍步履蹒跚 便动了恻隐之心 他们将满苍带回了家 这个年头 穷人连解决温饱的困难 满苍这傻小子 真是傻人有傻夫 刚到青岛就遇上了好心人 尤其大叔一家 得知他的遭遇以后 更是直接给了他一个安身之所 孩子 今儿咱们碰上了 就说明啊 咱们有缘分 这太太是怎样救了 慢慢的找你审父 什么时候找着 什么时候走 有我们的吃饱 就有你吃饱 这下满苍可以安心找人了 可是他不记得 沈沈的地址 只能挨家挨户的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天他们终于 在一场洋人举办的宴会中 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可是一转眼 沈子就淹没在了人群 但满苍已经知道 沈子就在这附近干活 找到他 这是时间问题 但他万万没想到 沈子会拒绝和他相认 当沈子见到满苍时 表情一度很慌了 孩子 你认错人了 俺见过你这颗痣 俺是满苍 俺是从违线来的 你真的认错人了 单纯的满苍 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 甚至拿出娘亲给他的信物 试图唤醒沈子的记忆 但始终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回应 于是满苍落寞的蹲在路边 固执的不想离开 沈子究竟是有些愚心不忍 打算给他几块大羊打发走 男孩拿出随身携带的信物 哀求女人 在这个世上 除了你 俺没别的亲人了 你就收下俺吧 母亲死了 翠婶是他唯一的亲人 可随着女人并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 她只是洋人家里的一个保姆 更何况还带着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儿子 哪有多余的精力去照顾满苍呢 翠婶拿了几块大羊 想把满苍打发走 男孩的双眼顿时充满了委屈 一个人走到现在支撑他的信念 就是和婶婶团聚 可惜竟是事与愿违 满苍并未拿他的钱 只是落寞离去 他在青岛无土可去 只能厚着脸皮 回到大叔家里 幸运的是 将大叔收留了他 并且收他为干儿子 满苍顿时又高兴了 说着就要给大叔磕头 以报答他的收养之恩 完全把沈子拒绝他的那点不开心 给忘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沈子并不像表面那么冷漠 如今这世道养活一个孩子 其实那么容易的事 他也只是身不由己 第二天一早 沈子便找到满苍的落脚处 趁男孩不在 他拿出一笔钱交给江大叔 这钱您先拿着 等我以后挣了钱 我再给您送过来 江大叔随口询问 翠婶和满苍的关系 不料女人顿时慌乱无比 急忙成行 满苍只是好友的白子 他原本是想用这笔钱 减轻一些心理的负罪感 结果江大叔却表示自己养得起这个孩子 不需要他的钱 翠婶心里悄悄松了口气 谁知当他回去时 却看到自己的儿子天佑竟带着满苍来到了洋人家里 天佑从小一个人长大 内心一直渴望有个小伙伴 正好老外最近在招人 他悄悄把满苍介绍给老外 如果满苍也能在老外家里工作 那他俩以后就能一起玩了 沈子立刻站出来反对 但架不住天佑拼命推荐 老外答应给满苍一口饭吃 一个月以后 因为满苍的出色表现 老外一高兴赏了他一块钱 满苍把这一块换成两个五毛的硬币 一个直接给了翠婶 女人震惊的看着满苍 完全不敢相信 满苍竟然会把赚来的第一笔钱给他 再怎么铁石心肠 面对如此赤诚的孩子 孙里都会动容 沈子送了他一根红腰带 这可把满苍给乐得不行 他的另一个五毛则给了蒋大叔 满苍的心里特别满足 能和家人朋友在一起 就是他此生最快乐的事 这几个臭流氓一见到美女 顿时就忘了自己姓什么 光天化日竟然对一小姑娘动手动脚 蒋大叔正表演节目 后台的大漫突然被一群人骚扰 吓得他直接冲上舞台 寻求父亲的帮助 满苍和天佑见情况不对 也跑上去帮忙 可是他们几个根本不是这群流氓的对手 满苍费摁在地上打得惨不忍睹 一位年轻的小伙实在干不下去了 他站出来几招就把这些人给打趴下了 此人叫夏德发 他的英勇经维迅速征服了满苍和天佑 两人恨不能立刻向他拜师学艺 天佑听说夏大哥在找工作 顿时拍着胸脯保证将他介绍给老外 不料他和天佑因为顾着夏德发聊天 耽误了工作 等满苍赶回来时 老外气的直接将他俩给开除了 满苍愁的话 天佑却是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这时他突然听到老外急需找几十个工人 偏偏因为最近正赶上农忙器杰 完全找不到人 天佑灵机一动 跑去和老外谈判 老外傻眼了 没想到这家伙小小年纪竟有这等经商的头脑 他同意了天佑的提议 于是他俩带着夏德发去乡下招人了 可没想到他们找了一圈却是一无所获 原来已经有人抢先一步 把村里人都招完了 他们仨一商量 决定抬高工人的工价 把人给抢回来 俗话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一招的确好使 他们很快也找到了人 可这也得罪了同行的老大 满藏已经是吓得瑟瑟发抖了 可夏德发和天佑俩人却是一脸的不服气 这道理是谁都懂 可谁也咽不下这口气 男人决定给他们点教训 天佑却在此刻借口要上厕所 一溜烟跑了 他悄悄把对方的马儿放了 不到几分钟时间 山下的村民全都杀过来了 他们仨就这样逃过一劫 并且将这几十个工人带到老外面前 这一趟简直赚得是盆满钵满 不料三人在分钱的时候产生了分歧 夏老大认为 他和天佑出力比较多 理应多分一点 满仓这一路上啥贡献的也没有 给他几块都是白捡的 满仓一向老实没有任何意见 可天佑不同意 既然是三个人共同行动 就应该平分 最终夏德发还是将钱平分了 但这也为他们三人的关系 埋下了一颗地雷 他为了学会算账 手指拨算盘拨的都溅了血 满仓这些年跟着大哥二哥 开商铺赚了不少钱 可是他的智商却没渐长 连个账都不会算 天佑忍不住劝他 这些年他跟着两个哥哥赚了不少钱 但他非常清楚 自己压根没付出人吗 这钱拿的有些烫手 大哥夏德发这些年是越发的严肃了 招来的工人第一件事 就是必须要学会算账 他亲自盯着工人学算法 谁要是不小心拨错了 直接大反伺候 满仓听到大哥的话 心里真是五味沉杂 感觉大哥是连自己也一起骂了 自从商铺步入正轨以后 天佑逐渐当起了摔手掌柜 而满仓又太笨 根本插不上手 夏德发便逐步掌管了商铺的大小事宜 他招了许多自己的老乡 培养自己的心腹 满仓和天佑对此一无所知 忙着去给大曼过生日了 天佑托人从欧洲给大曼买了一双高跟鞋 这东西一看就是价值不菲 而且还很洋气 大曼非常喜欢 满仓偷偷看了眼自己买的项链 这一对比显得也太寒酸了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 把项链给了大曼 结果女孩却说 这你买的 别说啊 这话可把满仓郁闷死了 可他一向嘴笨没有去解释 大曼也根本不在意他的想法 开心的去使高跟鞋了 他穿上自己做的洋装 再配上天佑送的高跟鞋 当他缓缓走出来的时候 天佑和满仓眼睛都看直了 这简直是仙女下凡 天佑毫无避讳的感情 他告诉满仓 我喜欢上大曼了 我突然喜欢上她了 我要娶她 你帮我追到她好不好 我 我帮你追她 我怎么帮你追她 天佑让满仓戴上夸张的面具 假扮成歹徒 吓唬大曼 然后自己在现身 表演一出英雄就美 相信大曼一定会习惯上自己 满仓向来无法拒绝别人的要求 只能忍着心痛 成全了天佑 谁知他俩演的这出戏 被小曼给拆穿了 天佑急忙向心爱的女孩解释 自己是因为太喜欢她了 才会做出这种蠢事 结果大曼竟也害羞的告诉她 其实 我的心思 跟你是一样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你也喜欢我 他们俩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门外的小曼和满仓却苦涩不已 小曼从小就喜欢天佑 可现在天佑却成了她的姐夫 满仓就不用说了 连喜欢两个字都没有机会说出口 天佑和大曼互相表明了心意以后 她立刻飞奔回家 打算找个美人来提亲 不料她前脚刚走 夏德发便拿着一只口红来找大曼 原来夏德发也喜欢大曼 最有钱的女人 那可是大曼毕生的追究 她对这个诱惑有些心动 但谁让她先答应了天佑呢 三兄弟喜欢上了同一个女人 大曼拒绝了最有实力的老大 以及最傻的老三 选了最帅的老二 可谁知天佑的母亲并不同意这门婚事 她借口满仓也喜欢大曼 希望儿子能主动退出 可惜脆婶忽略了满仓的善良 满仓知道天佑和大曼互相喜欢 自己又怎么可能承认这份感情 脆婶把天佑支开 她恳求满仓娶了大曼 这样天佑就能死心了 做人怎么能夺人所爱呢 满仓拒绝了脆婶 天佑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母亲坚决反对她和大曼 您不愿意 不愿意 为什么 孩子你不懂啊 这孩子心比天还大 他要的是另外一种日子 你给不了他 可惜天佑并不能理解母亲的苦心 他拿出一副非大曼不娶的态度 最终翠婶还是拗不过自家儿子 只得同意了这门亲事 满仓和夏德发羡慕的 看着兄弟抱得美人归 而大曼和天佑结婚以后 却并未过上想象中的好日子 新婚第二天 天佑就去上班了 儿子前脚刚走 翠婶立刻就让大曼出去工作 天佑都已经当老板了 我给人家当佣人 那不是丢天佑的脸吗 随着老太太听完这话 脸色顿时就变了 我在洋人家干了七八年 不是更给天佑丢脸 最终老太太直接拍板 三天以后必须得去工作 大曼敢怒不敢言 只能把这委屈往肚子里咽 本以为脱离了原本的贫困家庭 就能享福了 谁知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继续吃苦而已 另一边 满仓自高奋勇 下乡去收债 不料刚拿到钱 就遇到抢劫 劫匪还是老乡职 正是当年那个招工头 男人把满仓狠狠揍了一顿 威胁他把钱拿出来 满仓自然是宁死不去 眼看对方就要下死手了 这时突然出现一位抱着孩子的女人 女人向招工头求情 满仓这才躲过一劫 为了报答女人 满仓烧了他一城 这才得知 女人竟然是革命党 他的丈夫被朝廷抓走了 现在急需要一笔钱救人 满仓兜里正好揣着几百大洋 可那不是他的钱 他也不好拿出来 一路上他们遇到不少乞丐 女人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救济 这一幕触动了满仓那根柔软的神经 他果断将收来的钱全部给了女人 俗话说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三个十几岁的男孩 在这诺大的青岛市干起了中介 他们替老外招工人 并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 三人尝到了甜头 夏德发直接怂恿天佑和满仓 辞了工作 专门替老外招工人 短短一个月时间 他们就赚到几百大洋 但这也彻底得罪了其他招工头 男人派人将他们仨抓到一个小院里 夏德发见情况不对 他暗中嘱咐天佑 赚工头让他们把钱交出来 夏德发一边推脱 一边指挥满仓二人 满仓和天佑趁乱逃脱 两人把钱藏好 又返回去救夏德发 眼看夏德发已经被人围攻 满仓捡起一块石头就往里面扔 好巧不巧 这石头恰好砸在为首的鸡肉难头上 天佑趁机抓起一把灰撒下去 夏德发趁乱逃走 满仓摔了一跤落在了后面 天佑跑了许久才发现满仓没跟上 他立刻决定回去找满仓 可是夏德发却不想冒险 天佑告诉他 满仓虽然有些笨 可他机眼好 他跟我说江大叔告诉他 别人对咱一分好 咱就要对别人十分好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挺有道理的 这年头这么实在的人上哪找去 整天跟在他俩屁股后面任劳任怨 夏德发有一瞬间的愧疚 他决定和天佑一起回去找满仓 果不其然 这傻小子看到回来找他的二人 高兴得眼眶都红了 满仓这番话让天佑二人非常感动 三人的感情也在此刻凝聚成了一股力量 他们结败为异性兄弟 几个月以后 他们的收入又翻了几倍 夏德发已经不满足于眼前的利润 他想要自己开一间商铺 天佑听完他的计划 顿时感觉热血沸腾 在青岛所有商铺 都有老外把控着 如果他们也能拥有一家自己的商铺 不仅收入会更多 那身份地位整个都会不一样了 三人对这件事非常看好 可是在讨论到利益分配的时候 夏德发有些不满意 天佑至少脑子灵活 能干点事 可是这满仓笨的啥都不会 就凭白得到三分之一的股份 夏德发心里诸实是有些不甘心 可是天佑却非常执着 他宁愿自己少分一点 也不愿意满仓受委屈 最终三人以夏德发百分之四十 天佑和满仓各百分之三十达成了协议 天佑立刻去找他原来的老冬家福里希谈个错 没想到事情非常顺利 三个十几岁大的孩子 就这样在青岛开启了自己的事业 男人把身上所有的钱 都给了这个只见过一面的女人 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 满仓的做法属实是有点半准 而他却还冒着生命危险 跟随女人去救那个革命党 满仓偷偷把两人带回他们的商库 夏德发听说以后 简直是气的火冒三丈 那是店里的钱 他凭什么送给别人 满仓心虚的说 从自己的分红里面扣 夏德发心里早就不满意了 这些年满仓根本没出什么力 每年就能拿那么多分红 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 他倒是大方就这样拿来送人 现在还把革命党给带回来了 闹不好还得连累他们 满仓自知理规 急忙承诺 会把带回来的人送到别处去 满仓离开后 夏德发和天佑提出了分家 不愿意继续和满仓合作了 然而天佑却坚决不同意 当初说好了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满仓虽然笨了家 但一直把他们当亲兄弟 两人正说着 满仓突然走过来 夏德发一咬牙 把分家的事说了 这话打了满仓一个措手不及 天佑不忍心抛弃满仓 他想继续和满仓一起合作 但满仓却拒绝了他的好意 这话说的天佑二人心里 本不止滋味 满仓反而安慰其两人 虽然散伙了 但大家还是兄弟 之后夏德发也拿上自己的那份钱 出去单干了 这三兄弟就这样散伙了 满仓此职没有什么的能力 也没有那个野心 开个小杂货铺就行了 江大叔主护小曼去给他帮忙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满仓决定开一家染布房 你看这清早的女人 这穿衣服都是洋人 所以那花布就好买 如果能做出色彩鲜艳的不别 生意一定很好 满仓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以前都说他笨 突然认真起来 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满仓托人帮他找到染布料的技师 一切都准备就绪 可谁知在最后关头 满仓却把自己的积蓄 全部送给了那个革命党 男人本打算拿出几年积蓄 干一番大事业 谁知他却突然把钱送人了 满仓当初救回家的志远不是一般人 他一心想要推翻封建帝国 建立新的政权制度 如果我的血 能够唤醒千百万沉睡的中国人 能让中国进步的更快 我觉得值 这番话让满仓动容 明知会死还是会做 而且是为了全天下的人 满仓觉得这是一件伟大的事 他决定把自己的积蓄送给志远 这样或许可以保住两人的命 小曼指着他的脑袋骂他蠢 就连江大叔都忍不住劝他 赞这些钱不容易 就这样送出去了 这辈子恐怕都挣不回来了 满仓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 只是在他心里 朋友的命总是更加重要 最终他还是把钱给了志远 有了满仓的支持 志远很快便出发了 结果没多久就传来噩耗 满仓很是心酸 为了推动社会进步 志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古兰想把孩子托付给满仓 他得去给志远收尸 满仓又怎么放心让他一个人去 两人商量半天 最终满仓决定把孩子托付给翠婶 然后他陪古兰一起去 谁知翠婶因为害怕被满仓眼泪 拒绝帮他看小孩 并且还暗中嘱咐天佑 不要再跟满仓来往了 还是小曼看不下去 替他接了这孩子 满仓和古兰上路了 当他们看到志远的尸体 就那样摆在地上时 心里充满了苦涩 尸体旁边有士兵把守着 很明显就是在等这些家属 自投罗网 满仓本打算替古兰过去 但女人坚定的阻止了他 结果满仓也只能眼睁睁 看着古兰被抓走 他只是一个小人物 无法参与这种大事 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去替古兰 把孩子照顾好 满仓做的这些事 很快就传开了 夏德发暗自庆幸 幸亏和他分家了 否则家产都被败光了 翠婶也嘱咐天佑 不要再跟满仓来往了 否则哪天被他连累了都不知道 满仓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只一心带好孩子 等着古兰回来 带脑子带脑子带脑子 那怎么样 带脑子 您上哪去啊 帮我们的带脑子 我这不信带着脑子 带小妈一块去看 能不能把古兰大姐接回来 谁能想到 昔日骄傲自夫的大哥 竟然沦落到乞讨的地步 自从三兄弟分家以后 夏德发便自立门户 开启了另一家商铺 生意是越做越大 可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对待外乡来的工人 一点都不留情面 言语之间 尽是对别人的侮辱 因此遭到了工人的忌恨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工人一把火烧了夏德发的商铺 一夜之间 他所拥有的一切 全都丧束在这一场大祸中 工人们全都向他辞行 临走之前向他讨到工钱 这个世道就是如此的现实 夏德发看着眼神的废墟 心里是有股说不出 满仓和天佑收到消息 急忙赶过来看他 可夏德发却不愿让兄弟 看到自己的窘迫 他把俩人往家里带 天佑劝他 回德又去 他们三兄弟继续合伙 然而夏德发的自尊心 却在这一刻到达了巅峰 回却是不可能回去的 天佑也只能让他需要钱的话 尽管开口 大哥钱多的是 全在银号里放上的 花都花不完 你就别跟我们硬撑了 行不行 我哪硬撑了 你们的意思不就是过来 问我要不要钱吗 对 不要 事已至此 满仓二人也不好猜权 他们很快便回到了 各自的生活中去 满仓每天就和小曼 一起守在店里 带着小孩 虽然挣不到这么大钱 倒也过得非常知足 这天 夏德发突然光顾了他的小店 两人寒暄了几句 老夏突然提出想借点钱 小曼立刻将满仓拉过来 告诫他 不要犯傻 你脑袋别起疙瘩啊 傻不傻 你脑袋钱借给他 可惜 满仓就是这么个不听劝的人 夏德发曾经带他赚了不少钱 这份情是永远也不会忘的 他将盒子里所有的钱 全都给了夏德发 小曼气的把他骂了一顿 而满仓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人意换来的 却是夏德发的理所当然 从这之后 他并隔三差五的上门借钱 却从谱说还 而满仓也从来不低调 每一次都会把身上的钱 全部给他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孙中山带领群众 推倒了封建帝国 建立了中华民国 满仓和小曼立刻带着孩子 去寻找古兰 他又不是你爹 你凭什么孝敬他啊 那不我大哥吗 则人人以前不对我挺好的吗 他不知道的是 这夏德发现在真成了无赖 到处欠满了债 走到哪都被人追着他 满仓也帮不了他那么多了 自从他认识志愿夫妻以后 世界观早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这个世上活着 有许多比钱更重要的事 他也不想去计较那些得失 满仓把古兰接回来以后 还是将他们母子 安顿在当初的那个院子里 古兰感谢满仓的付出 为了报答满仓 他提出教满仓学文化 这对满仓来说 简直是梦寐以求的事 如果他有文化了 或许他的世界 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夏德发破产以后 整天上级溜达 惯想能偶遇贵人 给自己转转运 这把他刚进饭店 就偶遇了一位落难王爷 几句话就把夏德发 唬得是当场给他跪下了 最后王爷还拿出 皇上的亲笔血书 他向夏德发保证 等皇帝重当皇位 一定给他封个三品五品的官 夏德发也真是穷糊涂了 他对王爷的话是深信不疑 殊不知这王爷就是个江湖骗子 这老头见夏德发这么好拿捏 立刻提出 让他给自己和女儿找一个住处 这个要求呢 让夏德发有些为难 他现在最缺的就是钱了 王爷一看他那样 立刻来了一招欲擒故动 我在此 送皇上这么多年 我的家产何处挂挂 我的家产正找人 由京城运往青桃 现在 应该到极难了 果然夏德发一听这话 顿时答应了下来 生怕自己错过王爷的家财万贯 这时王爷也把自己的女儿叫出来 夏德发一见到美女 眼睛都直了 早就沉不住气 急匆匆的跑去找满仓借钱了 满仓听说了王爷的事以后 忍不住劝的 人人都说满仓是个笨蛋 关键时刻还得是他人间清醒 而夏德发早已沉浸在发财梦里 无法自拔 根本不为所动 满仓间劝不动这位大哥 只能拿几十块给他应急 而夏德发则开始了 每天伺候王爷和格格的日子 就是这王爷的家产 左等右等的都还没到 他的内心不免有些着急 可是这两妇女 一直给他拍着胸脯保证 家产很快就到 这格格呢 又时不时的引诱一下夏德发 让他简直欲罢不能 这天王爷借口有事出去 他嘱咐夏德发好好陪陪格格 这话呢 可以说的是很直接的暗示了 夏德发顿时有些心缘一马 这时格格一声尖叫 夏德发立刻冲上去 格格竟然只穿了一件睡衣 他招呼夏德发坐到床上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不是水到菊城 而是蓄谋已久 夏德发是乐得找不着北了 这辈子居然还能娶到一个格格 谁知这时王爷突然回来 撞见自己的女儿竟然被夏德发给玷污了 王爷上来就是一顿指责 接着父女俩一唱一和的上演了一出逼婚戏马 夏德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和格格举行了婚礼 一个人为了发财 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夏德发为了赚钱不惜和日本人勾结 这天他无意中碰到一个日本人 想买苏加盐厂却遭到了拒绝 夏德发那脑袋瓜子一转 立刻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主动去找这位集村金一郎 提出自己能帮他把盐厂买下来 而他只需要从中抽取一点佣金就行 两人一拍即合 夏德发找人隔三差五的扔些血淋淋的东西在苏加门口 不得已之下 苏加只得把盐厂给卖了 以图的清静 这一次要议夏德发直接赚去了击败大洋 小日本也提出希望和夏德发继续合作 我们日本人要跟德国人开战 现在青岛的德国人都在处理他们 这个时候要收购他们的家产 价格要便宜一半 在此之前青岛一直被德国占据着 现在换成日本人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夏德发只知道自己发财的机会来了 他只需要替着小日本出面办事就能获得巨额报酬 他愉快地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 成为一名过真假实的汉奸 很快德国和日本就爆发了战争 这俩国家都把这青岛视为他们的囊中之物 在这期间也只有满仓提过一句 青岛是中国的 可惜他虽然觉醒了领土意识 但是他个人的力量过于弱小 根本就无能为力 可怜的中国人 在自己本土上遭受了这无望之灾 满仓的染布房直接被炸成废墟 他连个梳里的地都没有 很快德国就战败了 日本人迅速占领了青岛 成为青岛的新主人 可是这件事 似乎和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 满仓在香大叔的帮助下 重新开启了染布房 可惜他的技术不到家 染出来的布褪色的裂盖 满仓只能花高价 请了个日本技师 请他们做补褪色的布料 小曼整天大鱼大肉的伺候着这人 但小日本整天就把自己 关在办公室里配料 完全不肯将配方告诉满仓 关键他还干几天就不干了 这可把满仓愁得头发都要白了 后来他实在没辙 只好跑去找古兰帮忙 古兰替他找了一位化学老师 分析出补褪色的配方 可是具体多少比例 就得满仓自己去研究了 另一边天佑的商户 因为战争的影响 生意变得无比惨淡 但他一向很有头脑 将生意转向房地产开发 日本人已经占领了青岛 不出意外 将会有大批小鬼子移民过来 到之后他们肯定得买房子住 所以天佑低价买了一块地 大肆修建房屋 没想到这个想法和集村金一郎不模而合 集村安排夏德发去买地 恰好就包括了天佑的那一块 这日本鬼子丝毫不顾及先来后到 威胁夏德发 无论如何都要拿下这块地 否则就要取消和夏德发的合作 夏德发可不想丢了这块肥肉 他向日本人保证 一定会替他拿到这块地 夏德发一心做着发财梦 他无意中认识了拥有家财万贯的王爷 又恨不能抱紧别人的大腿 更何况王爷还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女儿 夏德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哥哥 原本他想着等王爷的家产到了 他再向哥哥提亲 否料他一冲动便把人给睡了 在王爷的逼迫下 只能硬着头皮把人去贵家 夏德发只好再次向满仓借钱 犯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满仓和天佑过来知习 两人发现有一丝不对劲 天佑觉得不放心 忍不住提醒夏德发 不可能 谁那么大胆的 敢抢炮王爷跟哥哥呀 见夏德发这么肯定 天佑也不好再多说 只要他本人觉得幸福就行了 晚上夏德发想着天佑的话 心里也忍不住产生了一丝怀疑 自己真有这么好的命 去到一位哥哥吗 他借着酒气质问妻子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这时已经容不得夏德发反悔了 婚后他带着金媳妇去看望满仓 这哥哥看着店里的东西 是一点也不客气 想要的都直接拿了 这副样子就连旁边的小曼看了 都不敢相信他会是一位哥哥 只有夏德发还在做着发财梦 他是整天盼着岳父大人的财产 可王爷每次都推托说快乐快乐 直到这天家里突然来了个人 一副非常着急的样子 说王爷的财产在半路被人抢了 王爷一副怒火攻心的样子 一脚把人给踹出去 出门以后他急忙掏出几张钱 将人打发了 而哥哥此刻正抱着夏德发 情真意切的向他保证 自己愿意跟着他过苦日子 夏德发总算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知道青岛市住着一位公亲王 于是买了点东西过去认亲戚 结果被人骂了一顿 敢冒充王爷那可是子对 夏德发这才知道 自己被那妇女二人耍得团团转 一向聪明谨慎的他 这次竟然稀里糊涂的栽了个大跟头 夏德发回去的时候 抄起一根棍子就要揍人 那假冒的王爷 夏德直接跪在他面前 夏德发感觉自己脸都丢尽了 好吃好喝的伺候了他们那么久 竟然是冒牌货 他实在气不过 直接要将这俩人赶走 可这哥哥却不是个省油的灯 夏德发我可告诉你 我身上还了你的骨肉 他这么一说夏德发没辙了 他再怎么狠心 也不能不要自己的孩子 最终他还是妥协了 留下了这对妇女 和他们之间的地位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夏德发在家里就是大爷 他的妻子和老丈人 每天都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 这世间的事还真是风水轮流转 这个男人的行为 连自己的老丈人都看不下去 无耻的夏德发竟然为了挣钱 而投靠小日本 帮助日本商人集村 来收购中国人的土地来盖房 而自己的媳妇 普秀也感觉只要挣钱 和谁合作都没关系 吃人家嘴短的朴姓也只好闭嘴 原来他们家现在吃穿花销 都是夏德发和集村合作赚来的 本来一事无成的夏德发 在饭店闲逛混吃混喝 突然发现演场孙老板拒绝 和日本人合作拂袖离开 顿时感觉自己的机会来了 您需要帮助吗 找到集村称自己可以谈下这笔生意 全身上下都是心眼的夏德发 找来自己的债主商量 并且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中国人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呀 流氓啊 州长会家饶山的吗 那是干子吗 就找干子来 甭给他往山的 就给他打了黑枪 没有砖头 没有插把刀 门缝C张纸条什么的 只要角色的生活过的 心神不宁 我敢保证超过十天 他肯定就得卖 没想到夏德发无耻的行径 连对面的两个债主都看不下去 但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欠债的夏德发 告诉二人想拿到钱 只有帮自己 要不然就要等到猴年马月 月黑风高夜 突然一只飞镖直插 延长老孙家大门 出门查看的老孙 直接被门口的动物内脏吓了一跳 赶紧关门回家 知道碰上硬查的孙老板 只得同意小日本吉村的收购 拿了钱愤然离取 而夏德发也开心地 拿到了自己的酬金 吉村感觉夏德发 这种人可以利用 便提出继续合作 这次的生意利润更加丰厚 那就是帮忙收购地皮盖房 原来随着战争的爆发 小日本打败德国入住青岛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 迁入需要大量的住房 吉村看上一块地 想在这开发房子 建材起义的夏德发 忙不迭地同意下来 夏德发这个汉奸 当流氓倒是非常顺手 因为并失签下了一家 又一家的搬迁合同 真把日本人给逼急了 别说您得钱 钱拿不着房子 还是得给你罢了 就当夏德发 吹着口哨前往下一家时 却看到有人 已经抢先拿下了 另外一块地 知道是自己兄弟 在抢生意的夏德发 急忙去找天佑确认 得知事实的 他没办法 只好回去向吉村报告情况 没想到吉村 却要夏德发 不管用什么手段 一定要拿下 还告诉他 如果不干自己会用别的手段 夏德发听后眉头一皱 觉得这样下去情况不妙 念在往日兄弟情的夏德发 决定先去找满仓商量 希望满仓能够帮自己 劝天佑放弃这块地 不要和日本人竞争 这个人疯了 他拿我当什么 傻瓜吗 这个小日本真是太可恨了 竟然想从中国人手中 低价买地盖房 要知道这块地可是天佑花了六十万的银行贷款才拿下 夏德发见吉村这么过分 吉利为天佑说好话 谁知吉村马上翻脸要与夏德发废出合作合同 夏德发可不想断了这条财路 王答应下来自己再去试试 一边是兄弟一边是生意 左右为难的夏德发只好找到满仓商量对策 可是满仓也知道天佑的苦衷 天佑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家 都压在这块地上 如果赔钱那就是彻底破产 无可奈何的夏德发 只得回到家中发泄着心中的愤怒 这食谱嗅敢来询问情况 这个女人可不管夏德发天佑几人的兄弟情 责怪天佑与日本人对抗不实好歹 她劝夏德发不要终止与日本人的合同 还让她向日本人提出增加提成比例 由过去的一成提高到一成五 而她则自告奋勇地去说服天佑母亲 天佑不懂事 我就不信她娘也不懂事 要不说罪毒负人心 普秀这心眼比夏德发多了不知道有多少 先是说夏德发如何为难 又说天佑太死性不知便通 这日本人 怎么老百姓得罪不起 这边呢 又是她亲兄弟 这闹不好啊 以外不死人 天佑母亲听说了日本人的出嫁也很不满 普秀又极力夸大不答应日本人可能招致祸患 听到这里的天佑母亲为了孩子决定放弃这块地 你回去告诉德发医生 这地我们不要了 大妈回来听到普秀的游说十分不满 态度强硬地告诉她不可能同意 本想着事情已经搞定的普秀在大妈这碰了一鼻子灰 说了几句枪话灰溜溜回家了 我却不该来 却没听没脸的 叫人家丧 普秀回到家便想出一几 他偷偷地背着夏德发写了很多打倒日本人之类的反日标语 回家要钱喝酒的普秀看到女儿写的标语颇为高兴 还以为女儿终于想通合自己有同样的立场 帮忙写抗日标语的普秀 万万没想到就是这几个字害了自己女婿 次日当天又到工地时 发现工人们都没有做工而是嬉戏打闹 原来工人们都听说了日本人要收这块地 我们听说这块地 听说什么 这地是我的 防灾的干 干活 这时伙计跑来告诉天又 在他家的院墙上发现了很多反日标语 虽然工人们在尽力清除 但日本兵却抓了不少工人 天又文言大惊 赶紧赶回去 果然如报信工人所说 为救工人天又告诉日本兵标语是自己贴的 这是跟他没关系 这么说 这些标语都是你贴的 日本兵马上把天又抓了起来 此时赶来的满仓为救天又承认标语是自己贴的 日本兵又把满仓抓了起来 匆忙赶来的夏德发一件此情形 他主动称标语是自己所贴 你别抓他们 位置我写的 结果 日本兵把三人都抓了起来投进监狱 这种事情一人进来就行了吗 干嘛三人都进来 刚才都说了 是我是我 你们 关你什么事情 承认什么呀 此时的三人都在互相埋怨为什么帮自己 这时候的夏德发财算有了大哥的样子 明白这个事跟那弟的事有关系 都怪你大哥没把这事弄明白 委屈你们啊 三兄弟在监狱中和好路处 主要的兄弟在什么都有了 要没有那些标语 您能弄到那块地吗 这个女人真是蛇蟹心肠 上一秒刚把自己的丈夫送到监狱 下一秒就拿着地起来和日本人做交易 这手段连日本商人吉村都看得心头一惊 要知道这地可是他老公的兄弟 天佑花了银行六十万贷款派来的 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夏德发本 想为了兄弟的安危 劝天佑把地卖给日本人 谁知道吉村只出到二十五万 二十五万不能再多 不是吉村先生 您别太玩笑了 您这个助理 连他买地的钱都不够 敢怒不敢言的夏德发回到家中 将此事告诉女人普秀 为了自己的兄弟 天佑他决定退出和吉村的合作 我不想我也不能冲刺你兄弟家 你把这帮的合同找出了 我就解除合同去 没想到只认钱不认人的普秀 却告诉夏德发自己有办法 让天佑把地卖了 普秀背着夏德发 写了许多抗日标语 贴到了天佑商号门口 日本人直接把天佑几人抓进了监狱 小妈儿把满仓三兄弟 被抓的消息告诉了父亲江傻子 江傻子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办 天佑母亲和大妈儿回来找他商议 事已至此 他们一致决定把地给日本人 暂时把三兄弟就出来再说 那块地啊 咱们就给他们吧 不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啊 正商量着 普秀哭哭啼啼的就上门了 普秀假惺惺的一番哭诉 让众人越发觉得连累了夏德发 当众人把决定出让土地的事告诉他后 他主动提出由自己去和日本人谈 是这样吧 谁让我是大嫂呢 你们把地契给我 我就凭着硬着我去找日本人 我一定想办法 我把他们在前面救出了 带着地契的普秀 直接了当地找到鸡村 刚才还一脸苦相的普秀 像是换了一个人 告诉鸡村自己的两个要求 还暗示鸡村没有自己的帮助 他是不可能拿到地契 马上算了 哎哟 这个 我可不敢说 那是军方的事情 谁让他们贴反日标语了 孙先生你怎么不明白呢 要没有那些标语 您能弄到那块地吗 对鸡村而言 有利的人就是他的合作伙伴 鸡村非常高兴地把钱给了普秀 还告诉普秀以后可以多多合作 天佑出狱后 听闻母亲说那块地 日本人只出了二十万 她发疯一般奔到工地 可如今的工地已经被日本人接手了 日本人 你不是这种日本人 我穿这种东西 我们二十万就尝不住了 又大声呵斥日本人 却被他们赶了出去 回到德佑剧的天佑 却要面临更加沉重的打击 我们担心拖的时间越长 利息越高 你还起来就更吃力 我替你想了个办法 听说你有几船货 过两天要发往欧洲 如果你愿意的话 归你了 银行听闻天佑的遭遇之后 决定提前收回贷款 身无分文的天佑 只能用自己的货物 以及商号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做抵押 当初兄弟三人创建的德佑剧 从此倒闭 天佑母亲痛心地斥责满仓 说自从她到了青岛 天佑处处不顺 质问她为什么要接近天佑 你离开天佑 离开我们 就这样 装作咱们不认识 咱们没有关系 那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当我们死了 满仓动情地告诉她 自己从来都把她和天佑 当成自己的亲人 不管这些年来 她多么地不喜欢自己 自己还是把她当成最亲的人 想对她十分地好 我从心里边觉得 是跟什么 跟天佑是编在一起 就扯一扯哪 都觉得编着肉 编着筋 你让我怎么装作 不认识 怎么 装啊 天佑母亲突然跪在满仓面前 哀求她离开青岛 不要再连累天佑 天下这么大呀 满仓 你非得在青岛 泰着吗 此刻的满仓难受地 跪在天佑母亲面前 再次询问 是不是必须要自己这样做 再一次得到肯定回答的满仓 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婶子 她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做错了什么 一个人来到海边的满仓 望向大海 此刻的背影些许落寞 也许翠婶说得对 只有自己离开 才能不给天佑造成麻烦 这可能是黄博眼的小人物当中 最让人同情的一次 被女人追着打了几圈 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最后被逼到墙角 无处可逃才明白事情原委 一头雾水的满仓 只好找到一副老江了解情况 可是满仓却拒绝了老江的好意 她感觉自己配不上小妈 在翠婶告诉满仓让她远离青岛 远离天佑之后 她已经决定要和这片深爱的人和土地告别 而她在离开青岛之前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回到匹柴院的满仓找到了小妈 把送给她的耳环还给了她 还说自己要出去一段时间 染房就交给她打理 赚到的钱也属于她 等到满仓转身 看着手中耳环的小妈 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随后满仓又去匹柴院 偷偷地看了江傻子和普星表演节目 她眼里满是不舍和难过 回想起自己当乞丐一路乞讨来到青岛 要不是老江收留自己可能就没有以后 满仓觉得自己欠老江太多太多 依依不舍的满仓最终还是转身离去 来到古兰家里的给了她一些钱 让她补贴家用 古兰收下后问她是否决定离开 心情沉重的满仓表示已经下定决心 古兰交给她一封信 让她去找致远的同学护国军的吴司令 临走时满仓问古兰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 让别人讨厌 你记住了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没有光灯的你 我去躺躺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样对你有好处 但你记住 一定要回 被人肯定的满仓像古兰鞠躬道别 察觉不对的小妈来到杂货铺 却看到这里收拾得非常整洁干净 这时她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 等她拆开信顿时惊呆了 小妈 我走了 一去半会儿可能回不来了 你辛苦了好几年 以后这个店就行你了 不挫色的布能卖个好价钱 以后的日子不会坏的 我送给你的那些生日礼物放在堂屋的桌子上了 你要是不喜欢那就扔了吗 希望你能找个你喜欢的人 满仓的突然离开让小妈心中担忧和难过 痛哭着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 老江也是吃了一惊 怎么办呀 你呀 你把你自己害了 老江来到天佑家时 天佑才知道满仓离开的事情 一家人都在猜测他为什么突然离开 都显得焦急万分 唯有天佑母亲气定神闲的人坐在饭桌前吃饭 天佑顿时怀疑满仓的离开和母亲有关 说着就要出去的天佑却被母亲叫住 天佑这时才明白原因到底在哪 此刻的小妈儿看到空荡荡屋子 突然哭了起来 有时候直到失去才明白珍惜 也只有在这时候 小妈儿才知道自己离不开满仓这个傻子 就当夏德发和天佑找了一天徒劳无果之时 古兰突然出现告诉众人满仓已经离开青岛 这远的老同学在护国军当司令 我就介绍满仓去他那 得知满仓去当护国军的小妈儿 此刻更加担心 越说越担忧的小妈儿又趴到桌子上嚎啕大哭 天佑回到家是喝得酩酊大醉 母亲忙过来倒水给他喝 天佑拉住母亲的手指问他 为什么不喜欢满仓 听到满仓去当兵的消息 天佑母亲突然棱住了 他没想到满仓会选择上战场 此刻的他脚下顿时有些亮枪起来 老江责怪小妈儿不懂得珍惜 交代小妈儿既然满仓选择把染房留给他 就要好好经营 等着满仓回来 小妈儿赶紧点头答应 你绝对没见过还有人这样练习枪法 只见这个男人在王八盒子上绑上一块砖头 胳膊颤颤巍巍地举起对准面前燃烧的香柱 正准备射击的时候 却因体力不支而痛苦地放下 扭曲的五官成了表情包一般 就连战友都嘲笑他顺便多练练脑子 而吴司令却看到了王满仓的努力 破格提升他成为自己的贴身卫兵 而他不知道正是自己的举动救了自己一面 这天吴司令召集大伙宣布好消息 原来是袁世凯被推翻 战争取得了胜利 正当所有人欢呼雀跃之时 满仓却敏锐地观察到党楼上的刺客 听到枪响的众人拔枪射击 成功击毙刺客 而此时的满仓却依然紧紧抱着吴司令 怕他受到伤害 看到已经被击毙的刺客 吴司令转身扶起满仓 感激满仓救了他一命 从惊吓缓过神的满仓这才露出了笑容 不久后 黎元洪召见吴司令之身前往北京 不准携带一兵一卒 明知道是陷阱的吴司令还是决定前往 知道此行凶多吉少 吴司令拒绝了满仓的跟随 只和刘复关二人前往 没想到刚到北京一个旅馆安顿好 却发现院子里匹柴的背影像极了满仓 生气的吴司令让满仓服从命令立刻回去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回去 立刻到军法处报到 倔强的满仓却一定要确认他平安之后一块回去 看到如此不听话的吴司令拿着斧子就要劈了满仓 正在这时两个当兵的通报黎元洪邀请吴司令到总统府 跟着出门的满仓看到吴司令被两人一左一右挤在中间 顿时感觉不妙 一路追赶到总统府门口 果不其然 等了半天的满仓看到刘复关一人急匆匆的出来 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段祺锐甲借总统之名把吴司令添来抓了起来 户主心切的满仓质问刘复关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吴司令被抓走 而刘复关却为了自己收拾完行李推开满仓离开 身无分文的满仓指得哀求老板娘借他一笔钱 他要想办法见到吴司令 还说自己在青岛开的有染房一定双倍还他 老板娘看他户主心切就答应了他 还帮他打听吴司令被关在哪里 想尽办法的满仓终于见到了吴司令 而对方却一点也不意外 他知道像满仓这种固执的人肯定想办法见他 知道自己出不去的吴司令劝满仓早点回去 不用白费心思救他 不死心的满仓决定留在北京 拉洋车照顾吴司令 还写了张二十块大洋的借条给老板娘 告诉他回青岛之后一定还他 满仓终于的行为感动了老板娘 旁边的先生拿过欠条之后直接撕掉 老板娘告诉满仓 以后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找自己 这个离家四年的男人此刻正躲在墙后往里张望 当初的不辞而别让他不知道如何面对里面的女人 正当自己深吸一口气准备进去时 却听到里面的对话让前进的脚步慢了下来 听到这里的满仓决定还是先去见一见老朋友古兰 多年不见的两人看到对方都非常激动 古兰也看出了满仓成长了不少 而满仓也表示这么多年长了不少见识 尤其是结识了像吴司令这样一师一友的人 随后古兰问满仓回来有什么打算 并告诉他小妈一直在等他 劝满仓不要辜负他 你走了以后 小妈可后悔了 这些年一直在帮你招应染包 等你回来 放心回去吧 心里亏欠小妈的满仓感觉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决定先去天佑家里住几天 满仓紧张的样子引得古兰一阵发想 哎呦就像过战场的人 怎么还怕一个女孩子呢 我陪你去 哎不不不 不要 我我不去 我正好那么长时间没见天佑了 我也想她 我去看看 告别古兰的满仓来到天佑家里 此刻的翠婶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态度 欣喜的上前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你这回回来是长度还是 要是沈没什么意见的话 我就不走了 听到这里的翠婶赶紧叫屋里的天佑出来 看到多年不见的兄弟 天佑上前紧紧地抱住了满仓 旁边的翠婶已经热泪盈眶 告诉二人让他们以后好好相处 看到翠婶不再反对二人来往 天佑和满仓会心一笑 几年时间不见 夏德发现在已经成了青岛首富 任送外号办青岛 你不用跟大哥客气 虽然我是惨但今天刚把债还清 大哥可不一样 那是青岛首富 是吧 他有工厂 有烟管 有房地产 有商号 任送外号办青岛呢 听到大哥还在经营烟管的时候 满仓表示非常惊讶 劝夏德发不要碰这些肮脏的声音 夏德发赶紧说自己已经不碰那些 之前都是为了挣钱 现在的他已经不需要自己挣那些脏钱 咱不说这个 咱谈的正事 你说你这哥回来 这终身大事该办了吧 九过三巡之后 两个哥哥劝满仓赶紧去找小妈儿提亲 不要再拖下去 听到这里的满仓不好意思地举起了酒杯 第二天天佑陪着满仓一块回家 谁知道了门口天佑就把满仓一个人留下 忐忑不安的满仓只好自己推开了家门 老江告诉满仓 从他离开后小妈儿就后悔了 他这些年全身心的经营染房也是为了等他 偷听到两人对话的小妈儿拿不定主意 来到天佑家里找到大姐商量 那个人回来了 谁知道大妈儿正准备说这事 让他们两个抓紧时间把婚事办了 他认为满仓是一个靠谱的男人 是知道把小妈儿放在手心疼的男人 你呀 就踏踏实实地嫁给满仓吧 这些年 你等的不就是他吗 回到染房的小妈儿让伙计去买了一坛酒 然后把四年的账本拿了出来 他知道满仓肯定回来染房找他 果不其然 来到染房的满仓看到在小妈儿的经营下变化巨大 随即找到小妈儿赔罪 没想到见到人了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看着眼前的男人 付出四年青春的小妈儿也终于释放了自己的情绪 你当我叫小妈儿什么人啊 我是图你这个吗 走的时候连句招呼都不跟我打 你把这么一大碳的事丢给我一个人 黄满仓 我是个女的 我又不是你们家养的牲口 小妈儿抱着酒坛倒了四碗酒 告诉满仓代表他离去的这四年 并让满仓一口气喝完 四年 一年一碗 干了吧 愧疚的满仓端起酒碗就喝 看到喝了两碗的小妈儿心疼地拉住满仓 劝他不要再喝 不胜酒力的满仓也接着酒精终于对他说出了憋在内心多年的话 小妈儿看着趴在自己腿上的满仓 心疼地抚摸着他的脸庞 当你遇到一个无法选择的决定时 你会选择球签吗 这个女人正在用力地晃动手中的签筒 希望能够掉落出一个上上签 随着竹签掉落 只见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刘邦斩白蛇 女人从地上拾起竹签恭敬的地点面前的师父求姐 没想到却是一个下下签 听到解签的女人瞬间贪软在地 而她所求不为别的 正是想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去参加满仓的婚礼 离家四年的满仓终于赢得了小妈的芳心 眼看正要结婚的她却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自己从小无父无母 拜堂时无高堂可拜 情急之下的满仓只好去求助翠婶 我这不从小就没爹后来又死了娘 这要成亲的话 连个高堂都没法办 我想她们能麻烦您 在我们成亲的时候去做一下 让我跟小妈 然后有个人磕个头 说完之后的满仓 坠坠不安地看着翠婶 生怕遭到拒绝 没想到翠婶稍作迟一遍同意了 这一刻的满仓笑得好像个孩子 从小成为孤儿的她 在这一刻仿佛有了母亲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 面前的翠婶的确是自己的生命 只是现在还没有办法和她相认 回到家的满仓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江 老江也由衷地为满仓感到高兴 毕竟满仓孝敬她这么多年 总算是有了回应 说完满仓便去做结婚前的准备 可是答应了满仓的翠婶却感到深深的不安 来到寺庙求签解惑却也只得到了夏夏签 这让本来就犹豫的翠婶更加纠结 转眼到了满仓结婚那天 大妈儿请婆婆一块钱去道贺 没想到翠婶却以自己身体不舒服为由不愿前往 无奈的大妈儿只好带着儿子红志前去 结婚现场高空满座 天佑和夏德发也抱着自己的孩子来为自己的兄弟祝贺 婚礼举行到拜天地的时候 满仓看到台上为高堂准备的椅子空无一人时 心中五味杂陈 结果就在四一高喊二败高堂时 天佑母亲突然赶到 满仓这孩子不是一人 我就带他死去的爹苗 受他这一败 看到眼前的翠婶 满仓眼中充满了感激 在一声二败高堂下 满仓和小妈儿深深地败了下去 这可能是整部青岛往事中最让人愤怒的一几 一大群日本鬼子拿着紧棒毫不留情的潮学生头上打去 此时正值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为了从日本人手中收复青岛 逼迫政府拒绝在巴黎条约上签字 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此时的古兰正带领着学生进行游行示威 而满仓天佑等人也成功说服商会参与游行 正当两支队伍即将会合之际 一大帮日本鬼子突然冲向了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 挥舞着手中的紧棒毫不留情地朝学生们头上打去 满仓看到古兰身处危险赶紧冲了过去 却被背后的日本鬼子偷袭打破了头 只能眼睁睁看着古兰被两个日本鬼子带走 听说游行示威的普兴大爷非常激愤 也参与其中 知道自己父亲被抓得朴秀反而责怪他给自己找麻烦 决定让父亲在牢里好好待着 这回就让他在里面蹲着 也让他知道知道跟日本人做的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不行 以前咱不管了 但是这回咱必须要管 为什么呀 反而夏德发却感觉这是帮了自己 毕竟之前自己和日本人合作做了不少缺德事 这回 这让古兰你爹给咱争立一回脸呢 他必须要把他救了 而且救出里头 还得给他接回家里 当亲爹一样的给养 为了营救狱中的普兴 武兰等一众学生 夏德发几人在商会提一个商户联合起来罢市 抵制日货从而让小日本妥协 救人心切的满仓回家后 第一个挂出了罢市和抵制日货的招牌 而小曼儿却责怪满仓太傻 放眼整个青岛罢市的商户也只有满仓一家 气不过的小曼儿找到天佑 想让他劝一下满仓这个傻子 一个人罢市 这不让青岛人笑话吗 好 从明天开始 得知此事的天佑找到夏德发 两人决定跟着满仓一块罢市 此时的门外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 他们不理解满仓的行为 像看笑话一样对着店铺指指点点 坚定的满仓不为所动 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 国难当头 利用同仇敌开 侯某 在此宣布 本商号 既日起 开始罢市 得到消息的后会长被兄弟三人爱国的精神打碰 决定发动商会成员一同罢市 这一刻的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战线 为青岛 为中国输出自己的那份力量 而此时的布店门口却聚集一大批人 摸不到头脑的满仓只好开门 你说 就您一个人罢市 您太有国际了 我们都特别敬佩您 对 您看 您不是几只日货吗 我们就是来买国货的 不如其来的生意让小妈忙得自顾不暇 看到这里的满仓得意的笑了起来 用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傻人真的有傻夫 功夫不负有心人 古兰普兴等人也在满仓几人的努力下顺利得救 经过这件事的古兰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想要真正不被人欺负 只有我们自己强大起来才能对抗敌人 古兰把城市托付给满仓 只身前往上海 寻求新的革命之路 青岛主权 回归中国 1922年12月10日 对于青岛人民来说是最为难忘的一天 正是在这一天 中国政府正是从日本军方手中收回对青岛的管辖权 这标志着历经隔日两代殖民主义者统治了25年的青岛 这座工商港口城市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而对于像夏德发满仓这样的青岛人来说 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觉 终于回来了 咱们终于是有国家的人了 咱们青岛终于回归了 说日本人欺负这么多年 咱们现在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九族饭饱之后几人也说出了以后的打算 作为大哥的夏德发决定开一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银行 因为青岛过去的银行都是由日本人和洋人所开 而夏德发也邀请满仓天又入 但是两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夏德发也就不再勉强 很快 夏德发的一元银行便开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没办法对抗那些大银行 所以就把眼光瞄向了中小客户 而朴秀却感觉夏德发脑子坏掉了 嫌弃这么小的门市太丢人 劝夏德发开一个大典的银行 那钱还是怎么着 那钱你把德商号改了 这些不值 八角那个补一个 对 你还以为有勇气存吗 而夏德发不亏是天生的商人 几句话就让朴秀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你想如果一个穷人 手里只有个三块五块 他好意思进那些大银行 我特意把针头给他做洗脑 就让他觉得 进银行就跟进杂货铺买个针头线脑那么容易 他不就来了吗 把这些人吸引住 那以后的业务就是越快越大 越快越大了 我不其然 一元启存的招牌迅速的吸引到了一大批百姓 正当众人还在迟疑的时候 一位卖菜的大爷却颤颤巍巍的走进了银行 只见他小心翼翼的把布展开 露出了里面的零钱 询问是否真的能存一块钱 而经过夏德发培训的伙计也是非常专业 在给大爷肯定的回答之后很快地办完了手续 当出门的大爷兴奋地拿着存折离开 没想到就被外面的人群围了起来 真的一元启存吧 我存这儿都办了 这还假得了 人家对我这个卖菜脑头子都这么热情 我看这家买什么样子 可信 得到肯定回答的众人不再迟疑 纷纷走进银行 而光靠小客户只能起到宣传效果 夏德发希望满仓和天佑能够把自己商号和布装的资金存到自己的银行 从今往后 德优局所有的资金往来都从你那儿走 好 另外我再找和会长商量呼吁一下 咱们中国人就该支持中国人自己开的银行 我能保证的是以后我那儿的资金往来都放在大哥这儿 行行行 那就够了 那大哥在这儿一茶代酒 谢谢 转眼两年过去 在两兄弟以及青岛商会的支持下 夏德发的银行很快的出具规模 生意越做越好 然而树大招风 夏德发却不知道日本商人及村却在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心里盘算着不为人知的阴谋 如果你的另一半发生这样的事情 生育的可能性不大 你会帮他隐瞒吗 这个男人陪自己老婆来医院检查身体 本以为是自己不能生育 没想到看到化验结果的医生却告知是自己的老婆 是你太太的原因 或许是因为你太太小时候营养不好 子宫发育不良 所以生育的可能性不大 在询问治疗方法无果后的满仓陷入了沉思 他知道小妈儿肯定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只好要求大夫帮他隐瞒事实 能不能帮我开一个诊断书 就说我不能知道 作为一个静止的医生不能开具这样的诊断书 但是面对真诚的满仓 医生只好答应可以当面给他老婆说明 另外还告诉他西医没办法治疗 或许可以找下中医调理一下 听到这个消息的小妈儿当场愣住 一直想要孩子的她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气呼呼地跑回家找老江诉苦 把满仓当成亲儿子一样看待的老江让他回去好好过日子 以后不许再提这事 到底他是你亲生的还是我是你亲生的 在父亲这碰了一鼻子灰的小妈儿只好回家 却碰到正在熬药的满仓 明明是替自己老婆抓的中药 满仓还要编故事说是找了神医给自己看病 知道自己说漏嘴的满仓赶紧打圆场 告诉小妈儿人家医生说要阴阳调和 没想到小妈儿还信以为真 为了能生孩子的两人强忍着喝下这苦口良药 就是痛苦的表情都快成表情包了 许久不见的古兰终于从上海回来了 还把儿子诚挚托付给小妈儿照顾 本来就把诚挚当成儿子的小妈儿自然是开心紧了 真的 倒没良心的 行啊 你要是工作忙 就把诚挚继续放在我们家就行了 行不行 行 也算是给满仓不能生育这事暂时放下 而满仓却担忧地问古兰是不是像别人说的那样是共产党 为了不给满仓带来危险的古兰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告诉满仓虽然自己老公志愿和无司令不在了 但是那条路还在 他想要继续走下去 在无司令身边当过贴身护卫的满仓明白他们的理想 欲言又指的他只好让古兰照顾好自己 而古兰真的是共产党 他这次回来也是因为青岛作为工商业发达的地区 也是无产阶级最多的地方 他利用晚上的时间交访职场工人学文化 组织工人罢工为无产阶级争取到自己应得的利益 随着工人罢工的胜利 小日本却决定用暴力解决问题 而古兰在这时候却在组织下一次的罢工游行 只是现在的他还不知道迎接他的将是什么样的结果 你绝对想不到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面对的敌人是谁 只见他们整齐地在巷子里埋伏着 随着领头的一声令响 后面的部队装上刺刀 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冲了上去 而他们将要把枪口对准的正是自己的同胞 那群为了反对资本家压迫而游行的工人 得到消息的古兰察觉不妙马上前去查看 就在这时枪声却突然响起 这群受到小日本指示的军阀正在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设计 现场迅速乱作一团 看到如此情况的古兰招呼众人赶快撤离 而自己却被军阀通缉追捕 得到消息的满仓在店里来回夺夺 他知道眼下的情况如果自己贸然寻找必然引起怀疑 只能在店里等他来找自己 果然在半夜时分 乔装打扮的古兰来到了店里 看到面前的古兰 满仓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随后就带他来到自己白天已经收拾好的仓库 决定等白天去打听下情况 再带古兰离开青岛 第二天当满仓来到火车站和码头 却发现到处都是警察和贴着古兰照片的通缉链 眼看寸步难行的满仓决定铤而走险 自己送古兰出城 回到家的满仓拿了老婆几件衣服给古兰换上 正准备走的时候却被小妈发现 回过头的小妈看到被打开的衣柜 顿时察觉不妙 偷偷跟着来到仓库的他却听到满仓和古兰的对话 原来为了应付路上的盘查 满仓决定和古兰乔装成夫妻 看到即将面对官兵的盘查 满仓只好硬着头皮上前 面对官兵的询问古兰镇定自若的回答 但是对比墙上的照片还是引起了怀疑 眼看就要露馅儿 这时候小妈儿突然出现 看到周围都在看笑话的官兵 瞬间明白小妈儿心思的满仓上前劝甲 看准时机的古兰趁机逃脱 看到古兰远去 挨揍的满仓这才放下心来 就这样过去了几天 正当没有古兰消息的满仓坐立不安时 多年不见的徐老师却登门拜访 没想到却带来一个天大的坏消息 古兰老师被捕了 厄运专找苦命远 原来古兰刚到济南就被抓了起来 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的他托人给满仓烧信 想最后再见满仓和儿子承治一面 得到消息的满仓马上带着承治来到济南 又花了不少钱买通关系 最终才见到古兰 此时的古兰已经遍体鳞伤 拖着沉重的锁烤艰难地爬到二人身边 满仓 谢谢你 娘 娘你先走 受到非人折磨的古兰已经无法占领 但是还微笑地向满仓道谢 看到眼前的二人 纵有千言万语想说的古兰此刻 已经不知道如何说起 只能交代满仓好好照顾承治 那就拖给你了 就在这时身后的守卫通知他们有人巡查 催促二人赶快离开 没过多久 满仓把古兰的骨灰带了回来 并把古兰和丈夫致远埋在一起 小蛮儿看着古兰夫妻二人的墓碑 答应他们会好好照顾承治 可惜古兰夫妻再也看不到 承治长大成人的那天 你绝对想不到青岛往事这部剧中 谁才是真正的智力天花板 别看他外表老实芭蕉 可是仅仅在取英所待了一天 满仓就看透了整个期货交易 可是他研究期货的原因 并不是自己想要赚钱 而是为了帮自己的兄弟添佑 当时正值1925年 青岛取英所是国内第一家证券货物交易中心 一直野心勃勃的天佑看中了其中的风险和利润 大手笔买下了日本商人集村手中的十万弹棉花 可是满仓却觉得和日本人做生意风险太大 劝天佑好好考虑 他十万弹抛出来的时候 棉花苗都没涨齐了 正因为对手是他 我当时想赌一把 结果看看 棉花又是烙是虫的 还真赌对了 你放心吧 赔不了 看着面前信心十足的天佑 满仓决定亲自到乡下看看 毕竟如果这次交易失败 天佑面临的僵尸再一次破产 连着大闹又是重塞 今年的棉花 全完了 到了乡下的满仓走访了好几个地方考察 从棉农口中也证实了天佑的消息的确可靠 但是返途中的满仓心里仍然感觉不踏实 决定再去找几个和集村合作过的商人问一下情况 不问不知道一问下一条 没想到只要是和集村有过期货交易的 订单小的还好 只要是大型订单 到最后交割时必定会出现意外 听到这里的满仓越发担忧起来 来到德佑剧把自己打听到的情况如实告诉天佑 劝他再好好考虑 听到这里的满仓想到了一个致命问题 天佑本想是在大哥夏德发的银行贷款 毕竟是自家兄弟 但是满仓却认为不妥 劝他还是找个洋人银行更为靠谱 毕竟小日本威胁不了洋人 想到这里的天佑陷入了沉思 随即找到大哥夏德发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但是夏德发却认为今世不同 现在的青岛已经不是小日本说了算 看到面前信誓旦旦的夏德发 得到承诺的天佑也放下心来 眼看天佑已经下定决心 满仓觉得也很无奈 只好把事情告诉了岳父老江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沉思片刻的老江反而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这一点是满仓没想到的 他认为兄弟之间不需要自举 这样反而会伤了和气 但是看透人心的老江却认为亲兄弟名算账 这样就算是到后面出了问题 才不会伤了和气 瞬间明白的满仓决定马上去找天佑 如果屏幕前的你遇到这种情况 会和朋友立字句吗 这个老板还想指使曾经的小弟 却被对面一句话喷了回去 你有毛病吧 要知道夏德发现在人送外号半青岛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寄人篱下的狗腿子 他这一次一定要帮天佑贷款 完成和吉村的欺货交易 单方毁约我得双倍赔付 对不起 数难足利 看到软硬不吃的夏德发 吉村只得告辞 不过在临走时警告夏德发小心一点自己的银行 你的那个银行 还想继续开下去吗 知道吉村为人阴险的夏德发马上找到满仓 让他转报天佑时刻提防好吉村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银行先出了问题 几个日本浪人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伙计暴打一顿 报警了没有 报了 可是暴地有什么用呢 中警察又不能配武器 你又不是不知道 来了两个 还没张口呢 也被打成那样了 听到伙计被打的夏德发怒不可遏 决定自己招人保护银行 给我撕着的 打猪神的我都着 送走回家养伤的伙计 夏德发火冒三丈 来到银行查看损失情况时 却被经理告知了更严重的情况 有几个大客户 要不要咱们这里消字 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让夏德发察觉有意 决定去拜访一下合作许久的孙老板 果然不出所料 这一切都是吉村的日本银行搞的鬼 我不瞒你 日本横滨正经银行 这话告诉你老兄 人家给我存款生了半个天 贷款降了半个点 作为曾经支持夏德发开银行的孙老板 此时也是非常为难 就算是夏德发提醒日本人 只是在利用他也不以为意 商人逐利 夏德发也不好再说什么 可是接下来接二连三的销户 让夏德发非常头疼 此时的夏德发明白 再这样下去自己的银行必然破产 但是他想不通日本人 为什么在青岛 还是有这么大的势力 而此时的天佑却被冲昏头脑 大量买进其他商户抛出的棉花 金额已经达到了48万之多 现在的天佑觉得自己已经和夏德发 签订了合同万无一事 怎么样 陷阱准备好 马上就要叫哥了 您放心 没问题 而他不知道这些抛出的棉花 都是集村借其他商户的名义抛出 自己已经落入了集村 为他准备的陷阱之中 憋屈的事谁都有 但是夏德发遇到的憋屈 可是头一回 这个男人坐在这悠闲的喝茶 而对面站着的夏德发 却是敢怒不敢言 生意本来就有赚有赔 夏德发打死没想到 遇到的赔不起的人 这无耻的嘴脸 让站着的夏德发尿都快憋不住 天佑买了集村 十七万袋棉花 都是在自己这儿贷的款 眼看就要到交货时间 拿不出货的集村 便决定要挟夏德发 不要贷款给天佑 阴险的集村 就是看准了夏德发这个小人 知道在他眼里金钱才是第一位 毕竟所谓的兄弟 情在夏德发这里 被判了不止一次 被集村把住命卖的夏德发 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他知道想要自己不破产 只有出卖兄弟天佑 看着面前夏跪的男人 集村露出了胜利的奸笑 回到家的夏德发 躺在床上两眼放空 已经和天佑签订过贷款协议的 他如果违约 可是需要支付双倍的违约金 可是集村又在处处打击自己的银行 两边为难的夏德发 不知如何是好 听到这里的普秀倒是不以为意 在他眼中的首要准则就是不和日本人作对 眼珠一转的普秀瞬间有了主意 趴到夏德发耳边说了起来 听普秀说完的夏德发感觉太过阴损 但是事已至此也只好照办 台上的老江和普星两人正在卖力地表演戏法 而大漫的突然出现却让老江暗角不妙 等了天佑多年的他 虚荣心始终没有得到满足 一直心心念的大房子也是拖了一年又一年 自己闺女还是自己了解 老江劝他收收心之组点 天佑这个女婿平时真是没得调 这边话音还没落 细经朴秀就登场了 边哭边说自己在家受了委屈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 谁欺负你 德发欺负你 这话放别人身上估计会信 倒是瞒不住看穿闺女的普星 眼看父女俩要吵起来 老江赶紧让大漫带着普秀上楼安抚一下 谁知道刚好中了普秀的圈套 到了楼上的普秀哭哭啼啼地说 夏德发心里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人 还说这么多年来他每晚都拿着一只口红抚摸 而结婚这么多年根本没给过自己好脸色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大漫突然想到夏德发过去送他的生日礼物就是一只口红 只不过当时被自己拒绝了 听到这个大漫神色慌张 生怕被普秀发现自己就是夏德发口中的女人 找个借口赶紧开溜 而此时的夏德发就在门口 看到从里面出来的大漫 赶快摆出一副偶遇的样子 咦 干嘛 闲聊几句的夏德发看出来两人吵架半嘴 赶紧安慰几句 天佑 他怎么真在福中不知福呢他 我想当年你是我们哥仨心里的一只花 就让天佑给摘走了 应该更加珍惜你才对呀 听到这个大漫更加惊慌 匆匆道别夏德发转身离开 回到家的大漫还沉浸在夏德发的话里 此刻的他有些后悔 要是当初选择夏德发 估计现在住在别墅里的就是自己 正说着天佑从外面回来 让大漫代替自己去外地收生油 说自己比较忙没有时间 大漫是一万个不愿意 本来嫁给天佑就是想当个阔太太 这下倒好 还要做火鸡干的事 本来对大漫颇有微词的天佑也是发起火来 还好天佑母亲急忙出来圆场解了威 不情愿的大漫这才只好答应 谁知道等两人出来大漫 却发现自己要赶着驴车去外地 扬言就是走着也不坐驴车 我不上 我丢不起那人 没想到却被夏德发刚巧遇到 赶快叫住大漫 了解经过的夏德发再次献起了殷勤 还让自己的伙计拉了一辆马车过来 并交代好伙计用完之后送到自己的别墅 哎呀 人家夏老板也不知道怎么混 又是汽车又是马车的 听到伙计话的大漫上了车 想到自己跟着天佑没过一天好日子 这眼泪都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用完马车的大漫如约来到夏德发的海边别墅 打发走伙计的他静止走了进去 在夏德发的邀请夏大漫终于走进了自己日思夜想的房子 诺大的房子装修得富丽堂皇 大漫看得目不暇接 不怀好意的夏德发趁机带着大漫参观 并走向了二楼自己的卧室 这个男人的内心正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面对日本人的胁迫 夏德发不知道要不要出卖兄弟来拯救自己的生意 这种事情恐怕任谁都会纠结 可惜阴险的吉村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考虑时间 警告夏德发不要贷款给天佑 否则等待他的只有破产 你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吗 挂掉电话的夏德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此刻的夏德发在亲情和利益面前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知道没办法在天佑这里突破 只能去找天佑老婆大漫 夏德发把大漫拉到了自己家里 告诉他天佑在这里签订贷款协议 并且要拿50万和日本人赌一把 可是你说天佑怎么可能逗得过日本人呢 那你别带给他不就成了吗 可是有那个协议我就不得不带给他 作为大哥的他不能做事不管 更不能害了兄弟 但是眼下想要救天佑 只能让大漫把贷款协议偷出来给他 这样才能阻止天佑 对生意一窍不通的大漫信以为真 天真的以为面前的夏德发真心对待兄弟 便答应夏德发把合同找出来带给他 回到家的大漫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协议 但是却被天佑母亲发现 慌乱的大漫赶快说父亲老将身体不适 回去照顾父亲几天需要带几件衣服 天佑母亲面对神色慌张的大漫一脸狐疑 凭借女人的第六感在大漫离开时叫住了他 言语之间告诉大漫不要做对不起天佑的事 这女人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还得自己把持住自己 听出话外音的大漫更加紧张 应付两句便走了出去 把偷出来的贷款合同交给了在外等候的夏德发 此时的大漫还是有些不放心 再三询问夏德发这样做是否对天佑有利 毕竟天佑是自己老公 如果害了天佑 自己更加没脸见人 如果你骗了我的话 你真的就把我给恢备了 拿过协议确认之后 夏德发保证不会对不起天佑 更不会害了自己的兄弟 看着离开的夏德发 大漫心里也没了底 只能希望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回到办公室的夏德发 看着桌子上的协议陷入了纠结 拿着火柴的手忍不住颤抖 在即将点燃的那一刻突然放下 此刻的夏德发依然彷徨纠结 不过他还是很快地做出了决定 不然响起的电话铃声下的夏德发一机灵 原来是天佑打电话过来询问贷款的事情 看着面前燃烧的协议 夏德发说出了这辈子最大的谎言 挂掉电话的夏德发 看到面前燃烧殆尽的协议 他明白自己和天佑的兄弟情也到了终点 但是夏德发知道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做 那就是明天交隔日不能让满仓到场 否则按照满仓的性格 必然会帮天佑交钱 来到满仓家里的夏德发告诉满仓 天佑的贷款已经准备好 让他不用操心 而自己明天有更重要的事情 让满仓哪也别去在家等着 满仓的心里很不放心 感觉不太稳妥的他让小曼去找夏天佑 确认一下贷款的事情 晚饭时天佑母亲想到白天大曼可疑的行为 询问天佑和大曼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天佑告诉母亲一切正常让他不用操心 正说着小曼走了进来 得知小曼来游之后的天佑让他转告满仓 不用担心 贷款的事情已经让大哥夏德发准备妥了 可是他却不知道明天等待他的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这些小日本真是太可恶了 光天化日不但打人还要明抢 看到马上要被带走的儿子 母亲拼命地用身体保护着他 而这群日本人竟然连老人也不放过 直接用枪托砸向老人 脸上顿时头破血流 看到晕过去的母亲 天佑心如刀脚 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造成这种局面的 竟然是自己的大哥夏德发 此刻被抓的天佑抬头看向这个所谓的大哥 眼神恨不得当场杀了他 原来日本商人集村为了让天佑在交易时拿不出钱 指使夏德发不要贷款给天佑 正在两人准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 天佑的伙计却突然闯了进来 根本没这五十万 怎么可能呢 原来到银行取钱的伙计被告知并没有所谓的五十万贷款 着急的天佑马上赶到银行 谁知道银行的理事已经被夏德发提前交代好 告诉天佑自己的老板并没有告诉他准备五十万的事情 除非天佑能够拿出当时签订的贷款协议 那就烦请陈老板把协议拿过来 我们立马给您照办就是了 而此时的天佑并不知道自己和夏德发签订的贷款协议 已经被老婆大漫偷走 并被夏德发烧毁 回到家寻找无果的天佑心急如焚 旁边的母亲看到儿子着急的模样立马上前询问 得知事情原委的母亲暗倒不明 告诉天佑前几天看到大漫翻箱倒柜的样子十分可疑 此刻的天佑还在维护自己的老婆 但是自己的母亲不会撒谎 现在的他只想找到大漫当场对质 当大漫看到着急的天佑时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当时听信夏德发谗言的他还以为自己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天佑好 为了问清楚原有 大漫朝夏德发的别墅飞奔而去 没想到此时的别墅内 夏德发老婆朴秀早已静后多时 看到进门的大漫反而反客为主 质问他为什么知道别墅的地址 还说是不是背着自己和夏德发偷偷来过 面对朴秀的质问 大漫此刻不知如何开口 没想到此刻的朴秀紧追不放 说出更加难听的话 大哥 大哥 你叫他可真亲热 大猫我是你大嫂 小猫我跟德发猫都没有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大嫂 我求你 羞愧难当的大漫只好回到家中 告诉了天佑事实真相 你爱死了 你干什么了 听到之后的天佑面临崩溃 厌恶地放开了大漫 而此刻的夏德发却坐在车中等待中午十二点的到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夏德发也越发煎熬 而被夏德发气骗呆在家中等待的满仓此刻也坐不下去了 正准备出门寻找天佑时 夏德发突然进门 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边说边抽自己的耳光 说着还拿出十万的支票交给满仓 说是给天佑的补偿 此刻的满仓被气得无话可说 拿上支票往外跑去 却刚好在路口碰到来找他的天佑 来不及细说的满仓告诉天佑自己已经准备好钱 两人急忙奔向曲音所 可是等到气喘吁吁的两人赶到之时 却被曲音所少老板告知已经过了交割时间 交易取消的同时还告诉天佑一个令人崩溃的消息 此时的天佑听到后犹如晴天霹雳 老婆和兄弟相继背叛自己 正在气氛紧张之时 德佑剧却传来消息 吉村派人在商号里看到东西就班 听到消息的天佑顾不上和吉村争论 急忙赶到商号 却看到日本人将自己母亲推到在地 愤怒至极的天佑让满仓照顾好母亲 招呼商号伙计和日本人打成一片 谁知道吉村早就通知了警察 一队人来到这里要把天佑带走 护子心切的母亲上前保护儿子却被枪托砸晕 被带走的天佑看到赶来的夏德发 眼神充满愤怒 而随后到来的吉村却当着众人的面向夏德发行李 此刻的众人终于明白怎么回事 满仓愤怒地看向夏德发 但是眼下救人要紧 众人急忙将天佑母亲送往医院 女人害了自己的婆婆 竟然还来医院看望 没想到儿子却一把将她推开 失望的满仓也不想看到她 进退两难的大曼只好伤心地离开 没想到在医院门口却意外地碰到了夏德发 大曼看着眼前的仇人怒过中烧 要不是因为他自己也不会落到如此地步 看着离开的大曼夏德发追了上去 却被对方一把甩开 手术室外的三人看到夏德发 恨不得用眼神杀了他 红志上前抡起拳头被小曼拉中 而满仓也是一言不乏 他对这个所谓的大哥已经失望透顶 还想继续道歉的夏德发被小曼一声呵斥 只好转身离开 从手术室出来的天佑母亲已经生命垂危 劝众人不要怪罪大曼 毕竟他本意也是为了天佑 听到这里的老江跪在了地上 自己女儿做的事情着实让自己也没想到 闺女坐过门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我怕这闺女会给您添麻烦的 从我做梦也没想到 她会给您添这么大的麻烦 天佑母亲劝她不要难过 告诉对方就算没有大曼 他们依然是亲家 因为还有小曼 听到这话的众人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 天佑母亲却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 我知道自己十日无多的天佑母亲决定把满仓的绅士告诉她 原来她在生了天佑一年后生下的满仓 没想到出生不久的满仓却发起了高烧 大夫告诉她就算救过来也可能烧坏脑子变成傻瓜 毕竟是自己的亲身骨肉 她还是要求大夫救下了满仓 被救回来的满仓到了两三岁还不会说话走路 别人都说变成了傻子 可是她并没有放弃满仓 反而对她比天佑更好 可是之后家里人却接连不断的出事 天佑母亲 不知道为啥 必须必须在为啥 而夏天 就喝了一口精神 甚至没了 最后就是一天一夜 想到她走得好 一下子就跌到宫里 一家人都劝她把满仓扔了 可是她还是不忍心 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分了家 谁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让人崩溃 我真的没想到 没有她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无奈的她上山求签 却被告知只要有满仓在家里就不太贫 听说这件事的书白让她把满仓交给他们 不忍心的她只好把满仓托付给了自己的姐妹 而自己带着天佑来到青岛打工 一直以来不是她不认满仓这个儿子 而是实在是怕影响天佑 可她看到天佑和满仓那种割舍不了的 自然而然的血脉亲情 此时的她知道命不久矣 再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我等这一生呀 满仓原谅了母亲无奈的选择和做法 哭着叫了出来 母亲紧紧地抱着多年不曾相认的儿子 脸上充满了知足 在满仓一声声的叫喊中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一块白布从房梁悬下 自私的女人想用自杀来偿还自己犯下的罪 没想到却意外打翻了桌上的茶壶 门外的满仓听到动静察觉不妙 马上冲进仓库 大漫出卖了自己老公 走投无路的她只好找到自己的父亲 你是我的亲爹 你能原谅我吗 大伯儿 你婆婆 已经糟了 听到这里的大乱不敢相信 自己明明白天还去医院看望国 看着眼前的闺女 老江不想再听她说下去 把天佑一家闹得家破人亡 自己更是没脸见人 我怎么会养你这么个不争气的闺女 我 太多 不你们受留了你 受留了你 怎么对的天佑 怎么对的 今天不是这个 看着伤心的父亲 大漫知道自己没办法留下 只好哭着离开 天佑在狱中遭受着狱卒们的暴打 这些人受了日本人的指使 对天佑毫不留情 满仓来到狱中看望 天佑看到二人身上都带着笑忙 问是谁去世 你好昨天晚上 得知母亲的离世天佑一下子跪了下去 内心充满了自责和愧疚 此刻的天佑只想知道夏德发和大漫为什么要害她 看着面前的天佑 满仓没法开口 旁边的小漫看不下去 转头告诉了天佑真相 都怪那个夏德发 让我姐把嫌疑给偷出去了 这夏德发就是日本的狗 满仓还想为夏德发解释几句 天佑却突然打断了满仓 此时的他明白了 自己也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满仓几人在为母亲祭拜 而大漫此时也走了过来 可是洪志根本不认自己的母亲 大漫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洪志 面对自己的儿子大漫伤心急了 一旁的满仓只好劝大漫先回去 知道对方无家可归 满仓让大漫先在仓库住下 他知道大漫是为了天佑好 才上了夏德发的当 安慰大漫自己会想办法帮他 离开仓库的满仓 蹲在门口久久没有离开 而屋里的大漫却非常痛苦 想到自己亲手把整个家都葬送了 此时的他万念俱灰 看到库房的白布 大漫扯下一段扔上了房梁 正准备离开的满仓 听到动静马上冲了进来 救下大漫的满仓非常愤怒 满仓劝大漫不能这么自私 毕竟他还是洪志的母亲 不能就这样扔下天佑和洪志不管 看着眼前痛哭的大漫 满仓知道他内心还是善良的 只是因为自己想要的太多而被人利用 满仓回家告诉了小漫和岳父 他劝老江去看一下大漫 毕竟是自己的闺女 老江拒绝了满仓 他告诉满仓自己要对得起天佑 只有天佑原谅了他 自己才会原谅大漫 听到这里的满仓只好带着小漫离开 满仓 而老江却对着满仓深深地弯下了腰 拜托满仓照顾好自己的两个姑娘 小漫来到仓库看望姐姐 大漫拉起妹妹的手告诉他自己不会再做傻事 尤其是满仓对自己说的话 让他现在彻底明白了 大漫决定依靠自己去努力的生活 希望满仓和小漫不要再管他 满仓明白大漫的想法 只得无奈同意 重新开始的大漫去沙场当访之工 虽然来应聘的都是一二十岁的小姑娘 大漫还是决定试试 此时的他彻底放下了之前的幻想 决定踏踏实实地开始生活 男人的兄弟含冤入狱 男人的老婆却在家大摆酒席 这件事总算是过去了 当家的银房总算是保住了 夏德发看着眼前的普秀怒火中烧 看着眼前生气的夏德发 普秀吓得不知所措 而夏德发继续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因为你我兄弟给判了六年 因为你沉发给死了 因为你大妈也给害了 怎么那么毒啊 听到大漫的名字 普秀反而站了起来 他知道夏德发心中喜欢大漫 他提醒夏德发不要忘记自己还有家人 我这么疼狂为什么 我孩子就没有女人为了自己家 不要灰啊 听到女儿的名字 夏德发双腿一软坐了下去 普秀知道眼前的男人舍不得自己的家产 他便继续刺激夏德发 说完这些的普秀坐在一边 夏德发这个事财如命的男人终究没能逃过真相定律 他告诉普秀以后不要再提起这件事 同此往后在这个家里两人隔过隔的 说完这些的夏德发离开了这个家 他决定为了天佑去找集村报仇 势单力薄的夏德发根本进不了集村的神 被几个手下紧紧围住 集村对于夏德发不屑一顾 在他看来眼前的男人也只不过是个卑鄙小人 说完这些的集村扬长而去 几个手下又是对夏德发一顿拳打脚踢 而刚好在附近的满仓却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 他明白了夏德发对兄弟的愧疚 对集村算计天佑的愤怒 看着艰难地从地上爬起的夏德发 满仓跟了上去 夏德发来到酒馆独自喝着闷酒 自己背叛兄弟的事情早已传遍了大街小巷 喂 那边有邪情 咱这酒 还少喝人 啊 老板说得对啊 有个人啊 听到这里的夏德发心情越发沉重 就当他烂醉如泥石满仓却出现在桌子旁边 夏德发看到了自己的兄弟 把心中的苦闷通通倾诉出来 夏德发始终被集村死死拿捏 沦落至此的他现在人不忍鬼不鬼 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愿认他这个父亲 夏德发嘴里一直念叨着回不去了 善良的满仓原谅了夏德发 他知道夏德发也有自己的难处 满仓告诉他如果真的愿意洗心革面 自己会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听到这里的夏德发忍不住情绪 拉着满仓的手失声痛苦 此时他的心中出现了希望和曙光 而满仓也来到监狱看望天佑 他决定用德佑剧来完成对集村的复仇 男人穿上了帅气西装 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 看着镜中的自己 满仓非常满意 上次这么穿还是和老婆结婚的时候 而这次的情况略有不同 他是来岳父这里接老婆回家 我来接小曼回去 看了一眼对方的小曼放下了手中的碗 我说了我不回去 看到小曼的态度满仓并不奇怪 他告诉小曼想让他回去当德优剧的掌柜 自己要专心做期货 只有这样才能帮老李的天佑报仇 旁边的小曼诧异地看着满仓 嘲笑他又笨又傻怎么做期货 王满仓 你还知道你是谁吗 我知道 你懂期货吗 得学 你学得会吗 此时的满仓立场坚定 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努力必然能够打败集村 而岳父却同意了满仓 他明白这个女婿只是嘴上笨 满仓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会这么做 他转头告诉小曼让他跟着满仓回去 赶快跟满仓回去 这个时候你得跟满仓在一起 为了完成自己的计划 满仓先是去探望了老里的天佑 让天佑把德佑拒委托给自己打理 天佑也是二话没说直接签了字 看着准备离开的天佑 满仓告诉了对方母亲临终的话 可是天佑脸上的笑容稍纵即逝 经历了大哥夏德发和老婆大曼的背叛 他现在已经很难相信任何人任何事 满仓还想劝天佑几句 对方只是说了声谢谢便转身离开 取音所领 邵老板只拿了合同规定的提成 当初的他只是按照规定办事 但是天佑却因此入狱 自己的心中也不是滋味 至于罢款的对方 我不想 为什么 为什么 两人正聊着 满仓却来到取音所来处理个幼稚的善后室 来到取音所的满仓决定装傻冲浪 让吉村从一开始就对自己放松警惕 吉村看到他傻傻的样子 眼里流露出不懈的目光 我和你都知道 陈先生委托你的时候 他有什么想法 那人都记得他刚刚有家想法 不高兴肯定是不高兴的 反正我就替他把这事处理完了的 我们不是有规矩买的这下规矩办 按照合同约定 德佑剧把所有的货物抵给吉村后还欠13万 满仓承诺这笔钱由他来负责 处理完吉村这边的欠款 德佑剧已经成了一个空壳 看着眼前的招牌 满仓感慨万千 正当这时 满仓曾经的老板弗里希先生却突然出现 多年的战争已经把德国毁得千疮百孔 弗里希这次回来就是想要投靠天佑 而当满仓告诉他天佑的消息 弗里希表现得非常绝望 此时的满仓却看中了 弗里希外国人的身份 在接下来和吉村的期货较量中 弗里希将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他当即决定聘用弗里希 并且开出每个月200大洋的工资 满仓没有让他做什么 满仓没有让他做什么 只要求他去买一些最好的西装 满仓 我能让你愿意做你的故人 回到家中的满仓拿着手中的纸条 心中的计划已经成形 他要从期货上彻底打败吉村 而他的计划能否顺利进行呢 男人找到老板做期货买卖 我先抛一车生油 一张嘴把对方给整落了 您还是趁早去找你的步吧 生油挂牌时试案车论 一万斤一车 少老板也是第一次见纸抛一个单位的 包满仓代理这笔期货 自己只挣三块钱 而这其实只是满仓复仇计划的一部分 他要做的就是让吉村看到自己的入场 在满仓的坚持下 少老板无奈只好帮忙 而当满仓的德佑聚挂牌一车生油之后 果然吸引到了吉村的注意 郁闷的吉村找到少老板询问情况 当得知是满仓在帮德佑聚炒期货后 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到了月底交歌 少老板带着买方来验货 没想到因为天气炎热 他的生油发酸全部被少老板认定不合格 按照规定 满仓交的保证金不但要被扣下 而且因为取消交易需要赔偿损失 听到这里的小曼追着满仓就要打 而满仓却让少老板帮忙再挂两车 得到消息的吉村笑得前辅后仰 原来和满仓交易的人正是吉村派去打听虚实的 吉村认为满仓傻得可笑 受益对方以后 只要满仓抛货全部买光 出战失败的满仓并不死心 来到取引所准备再挂两车生油 我真的没空陪你玩 少老板被折腾得浑身难受 一方面是看不上这六块钱的提成 另外一方面也实在不忍心看到满仓赔钱 架不住满仓的再三请求 少老板只得无奈答应 并告诉满仓只要是他挂的牌都会遭到抢购 这次的生油满仓以美金一块六的价格抛了出去 要知道开盘价都已经到了一块八 明显的赔本买卖让众人都认为遇到了个傻子 所有人都想在满仓身上好好的赚他一笔 转眼又到娇哥人 虽然交易成功了但是亏本 不错吧 这总算是交易成功了 你还有多少 我全吃了 少老板劝满仓及时收手 但是满仓还是跃跃于世 和满仓交易的周老板把情况报告给了吉村 得意的吉村再次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满仓是个极度自信而又缺乏判断力的人 而这正中了满仓下怀 他这段时间让弗里希天天流连鱼聚乐部喝酒聊天 就是为了让他收集外文报纸和一手信息 因为期货的大宗交易都是对外出口 消息来源特别重要 他知道弗里希和英国银行的史密斯先生是朋友 交代他一定要保持好两人的关系 但是要低调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 在别人眼里你就是都有据的一个牌子 你主要的事就是喝咖啡 经过几天的信息收集 弗里希带来了一些消息 但是对于满仓来说都没有很大的价值 满仓让对方继续去咖啡厅喝咖啡 正当他转身离开时 弗里希却突然叫住了满仓 听到这的满仓来了精致 他让弗里希继续打听关于花生方面的信息 而他决定这次就从花生下手 满仓亲自到乡下走访了农户 又请叫了气象专家 而弗里希也带来了关于世界各地花生丰收的消息 满仓判断今年山东的花生必然丰收 他决定和集存的这场期货就从花生下手 第二天满仓带着洪志找到邵老板 让他帮洪志代表的得又去挂牌 对面的邵老板震惊了 他告诉满仓今年花生价格不可能到七分 到时候满仓会亏损一笔不小的数目 此时的满仓继续装傻充乐 扬言这次有百分百把握赚钱 邵老板劝他不要做这笔生意 但满仓坚持要做 无奈的邵老板只得同意 而挂牌之后的满仓也是非常紧张 他专门派人待在徐阴所观察几村的动向 要知道别人都是挂六分 比他还便宜 如果几村不吃尽自己就没有一点办法 而几村也注意到了一场 要知道挂牌两天没人买是可以撤牌的 几村明白满仓是故意跑给自己 想趁这个机会替天佑报仇 此刻的几村动了心思 他向周老板打听一些王满仓的情况 对于王满仓的底细周老板倒是非常清楚 他告诉几村现在的得又聚 还是陈天佑十几岁的儿子当着少东家 而王满仓的老婆则负责管理 但是他对期货却是一窍不通 对了 德游巨好像还有个德国人 德国人 收起这个德国人来 传成青岛商界的笑话了 原来是王满仓和陈天佑的老板 在德国混不下去 终于回到青岛 王满仓将德游巨收拾了 曾经都打 都打费 数个玩乐 听到这里的吉孙瞬间有了底细 刚毕自用的他决定吃尽得又聚的所有花生 但是在这之前 吉孙决定先建一件福利系 对方的演技成功骗过了吉孙 让他相信福利系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 而吉孙也亲自询问了满仓染防之前的师傅和取营所的董事 当他亲自看到满仓像个傻子一样接红着放学 他对德游巨这个少东家更是放了心 但是他却不知道满仓却早就发现了他 此时的吉孙觉得万无一失 来到取营所的他终于下手 吃尽了德游巨的所有花生 得到消息的满仓兴奋了起来 他掀开了草鞋 露出了之前所做的笔记 之前天佑和吉孙的交手莉莉在目 此刻的他打起了12分的精神 他知道和吉孙的奇货战争现在才开始打响 吉孙准备故技重施 用对付陈天佑的方法来对付王满仓 吉孙游水了每一家银行 尤其是外国人的银行 让他们不要贷款给德游巨 然后叮嘱倾倒收花生的大户 让他们到时候一颗花生也不卖给满仓 而且要让德游巨在产地也收不到一颗花生 可是我们要是收进来不卖给他 那我们得全部吃进 放心吧 一切都在掌握中 吉孙要把对方有可能想到的路 全部想到 全部堵死 夏德发也是其中被要挟的一员 我希望你能认真地搞了我的话 并且 要落到实处 夏德发决定这次不再听吉孙的指使 但是满仓却让他答应吉孙 他明白夏德发能够来告诉自己已经非常不容易 其实我跟吉孙交易的钱已经有着落 用着你的钱了 不过我还是想让你悄悄地拿出十万二十万来 但是为了添用 满仓还是让夏德发拿出一部分钱来替自己赎罪 而在资金方面满仓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因为他还有一张最大的底牌 弗里斯先生 你不是说想要更多的工作吗 满仓利用弗里斯与英国银行史密斯先生的私交请到对方 让他秘密贷款给自己八十万 而满仓会用自己的染房和德游巨的房产做抵押 史密斯先生对于日本人的行为也是非常反感 在他看来贷款给得又巨也是一笔不错的买卖 便同意了下来 满仓交代对方一定要保密 尤其是面对吉村 史密斯先生爽快地答应下来 而满仓第二天又带着洪志来取饮所找到邵老板 这次他要以五分钱一斤的价格 再抛两千吨的花生 别太看 算了吧 邵老板觉得满仓一定是疯了 劝他不要做亏本的买卖 而满仓依旧搬出了洪志来当挡箭牌 吉村赵丹全收 此时的满仓信心十足 他之前从福里西那里得到全世界的花生丰富的消息 料定今年的花生价格必然大低 别说是自己当初七分钱抛出的花生 就是这次五分钱挂出的到时候 也能大赚一笔 回到德佑巨的满仓 把所有工人召集起来 让他们不动声色的悄悄到各地收花生 然后在当地秘密储存 得到自己的消息再运往成立 而且还特别交代不要压价 为了应对吉村的眼线 满仓提前做好了准备 故意拉了两包花生到仓库让对方看到 而帮吉村垄断收花生的两位老板也是找上了门 他们按照吉村的要求已经收了一千吨花生 没想到得知花生已经降到三分前的吉村翻脸不认人 花生不像其他货物 存住也需要高额的费用 而且长时间也会受潮生虫 可是吉村却不考虑这些 他命令二人就算是让花生烂在仓库 也不能卖给德幼俊 面对吉村的威胁 两人不想坐以待毙 这样下去吃亏的只有自己 他们决定把收到的花生卖给德幼俊 听到二人来意 满仓倒是非常同情 决定不计前嫌收下这笔花生 两人绝处逢生 对满仓感激不尽 他们表示以后不再对出尔反尔的日本人言听计从 满仓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 让两人把花生存放在当地 得到自己的消息在运往青岛 而他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满仓找到取引所的华人董事 虚心请教 对方也算是有民族气节 而且也看不惯日本人的嚣张保护 当他听到满仓的商号里面 有一个德国人 建议满仓把洋人也拉进这笔交易中 到时候就算是日本人也没有办法来上 而吉村也想到了这点 他先行一步找到了弗里希 吉村当场写下了支票交给弗里希 询问德佑聚收到了多少花生 而弗里希则将计就计 听到这里的吉村放下了心 因为这个数量和自己打探的情报一模一样 而弗里希却在当天晚上 就把事情一无一时地告诉了满仓 给这么多都不去 老伴呢 这无有生存 既然就是他给你了 你就收下 我已经从你那边拿到薪水 而满仓也没让弗里希失望 他听从了取引所华人董事的意见 决定让弗里希出任德佑聚的经理 并给对方十万元的股金 从今天开始啊 你就是德佑聚的股东肩经理吧 迪森得知弗里希成了德佑聚的经理 而且有了股份 显得非常吃惊 他没料到王满仓竟然想得如此周全 他们手里 没有圣诺 是吗 我说圣诺 到底有没有 没有 在三合手下 确认对方没有收到花生 吉村这才安心 很快就到了交隔日 满仓安排 弗里希带着小曼等人 去取引所交易 而他自己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取引所里的吉村没有看到满仓 他以为对方无言出息 他得意地告诉弗里希 自己要先验货再付款 没想到弗里希一口答应 听到这里的吉村惊慌失措 连忙走到窗边查看 结果等他看到眼前的景象彻底傻眼 只见大街上一排排马车拉满了花生 而领头的正是他的对手王满仓 此时的吉村还是不相信王满仓能够收到花生 他走到大街上一包包的打开麻袋 结果从里面流出的全都是花生 眼前的景象让吉村发了疯 开始耍起了无赖 而弗里希却一字一句地告诉了对方 需要交易的货款104万 满仓以两分钱一新收的花生 卖给了吉村七分钱 这次的交易满仓大获全胜 看着狼狈离去的吉村 王满仓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 此时的吉村彻底慌了神 联盟求助取引所日方董事 可是对方告诉吉村根本不可能取消交易 因为这次还涉及到德国人 他这样做只会引起更大的纠纷 日方董事想得又句求情 让宽限时间和节眠处罚 弗里希先生 您说说算 弗里希大度地告诉日方 可以把两倍的罚款减少为1.5倍 对方还想得寸进尺 弗里希告诉他 如果再讲条件 那就按照原来的双倍罚款执行 日方赶紧监口不严 在沙老板的见证下 双方完成了这笔交易 文字交割 原本成功 吉村很不服气地询问弗里希 明明没有钱 也没有户 那把钱的声音怎么变出来的 而弗里希告诉他 应该去问自己的老板王满仓 听到这里的吉村飞奔下楼 在人群中寻找着满仓的人影 看到眼前的满仓 就像普通的马车夫一般 模样愚笨粗鄙 吉村不敢相信 自己败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手中 这个男人正在对一包花生里疯狂倒地 直见他划开了一包又一包 直到磕磕饱满的花生散落一地还不把秀 估计连吉村本人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最擅长的习惑上 输给面前这个长相酷似黄薄的男人 看着愤然离去的吉村 满仓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次他终于为自己的兄弟天佑报了仇 而他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给岳父报告这个好消息 此时的老乡正在家里为满仓烧香祈福 而当看到进门的满仓满脸笑容 老乡这个心裁算放到肚子 而满仓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就是要接在纺织厂做女工的大满回家 毕竟自己帮助天佑夺回了财产 大满也就不用在外面受苦 面对真诚的满仓 老乡还是一口回绝 我从来也没有不原谅 他再不争气 那是我亲闺女的 可我不能去 更不能让她回家 虽然自己也心疼闺女 但是此刻的天佑还在狱中受尽折磨 只有天佑真正原谅了大满 老乡才会同意让她回家 无奈的满仓只得把老乡的话转告给她 此刻的大满才明白只有自己的父亲看得通透 经过和极存的较量 曾经对期货完全不感冒的小满却来了兴趣 以后咱们一块做期货 一块挣大钱 一块发大餐 见前眼开这话说的没错 趁着满仓不在 小满拉着弗里西就往取银索跑去 回到得幼聚的满仓 得知了两人去向 连忙追赶上去 满仓拉着正要下单的小满回去 看着眼前男人坚定的眼神 小满只得乖乖回家 其实满仓对期货深恶痛绝 兄弟天佑就是在这上面栽了大跟头 他这次能够对抗鸡孙 也是费尽了自己所有心思 他不允许自己身边的人再碰期货 而对于弗里西 满仓也决定让他离开得幼聚 满仓之前告诉过弗里西 得幼聚一直都是天佑的 他没有权利让别人当股东 满仓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 他按照约定给了弗里西十分之一的股份 这可是一笔数目巨大的财产 面对慷慨的满仓 弗里西老泪纵吼 他决定拿着钱回到德国 在码头上的一别 满仓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这位老友 满仓终于忙完所有的事情 回到家中的他倒头就睡 这么多天的提心吊胆 现在终于尘埃落定 看着眼前熟睡的男人 小曼心中悠然生出爱意 原来满仓并不是他认为的愚笨一事无成 而是一种大智若愚的睿智 满仓这一觉睡了一天半 精神饱满的他找到小曼说出了以后的打算 他知道小曼之前一直想把染不方的生意扩大 他已经联系好英国设备商 准备进一批设备 半夜间名为诚挚的印然厂 小曼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这个男人 好像这个人自己突然不认识了一样 接下来的这几年 满仓的印然厂开得红红火火 还新盖了大别墅 而满仓依旧穿着那身洗得泛白的衣服 转眼到了1931年 此时的青岛回归到国民政府管辖 更名为青岛市 古兰的儿子程志 现在已经成为了大学老师 并且结婚生子 而天佑的儿子洪志 大学毕业在市政府秘书处工作 一大家人幸福美满 而明天就是天佑即将出狱的日子 你能接受被自己的老婆出卖吗 这个男人因为自己的老婆和大哥串通 派得自己锒铛入狱 而今天正是他出狱的日子 此刻的他 普及着外面的新鲜空气 但是六年监狱生活的摧残 过去的意气风发再也不见踪影 同志跑过来激动地拥抱着父亲 你上次来看我的师父 长高了 六年时间 儿子长大成人 自己的兄弟也事业有成 你生活了 我吗 不觉得 不过才六年而已 可是对于一个男人而言 要有多少宝贵的六年 夏德发也来接天佑 天佑并没有接受对方道歉 而是像没看到对方一样 转身进了满仓的马车 看着离去的天佑 慧儿十分不解 夏德发却明白 这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最后的宁静 时隔六年 天佑推开了熟悉的家门 母亲的一向映入眼帘 此刻的天佑眼泪打转 六年前的一幕恍如昨日 遭到奸人陷害的天佑被小日本带走 而自己的母亲拼命阻拦 随后被一枪拖砸晕过去 而正是这一下要了母亲的命 天佑想要伸手抚摸 却再也看不到母亲的英容笑容 满仓在一旁安慰 可是天佑的眼泪却悄然滑过 帝母亲上完香 天佑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 此刻的内心只剩下了复仇 满仓察觉到天佑的变化 他告诉天佑希望他能往前看 把之前的事情忘掉 你刚才在监狱门口说那句 挺好 六年算是忘了 这一辈子还长 你心里这些事要给你割下 你想想这以后的日子 该有多难过 咱们兄弟 说咱们兄弟俩的事 其他的事 就不用再说 不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天佑并不指望满仓能够理解自己 而是把儿子洪志叫了过来 你记住 你这一辈子 就是不孝敬你爹 也要孝敬你叔母 和你小姨 老江在门外瞅瞅不见 犹豫不觉的他 还是走了进去 天佑 您进来呢 爹 瞧您这话说的 您是我爹人 老江想代替自己的女儿 向天佑请罪 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原谅 天佑却拒绝了老江 旁边的满仓看不下去 六年前大曼被夏德发诱导 偷偷把天佑的贷款协议 偷出来交给对方 没想到却被夏德发一把火烧掉 而天佑也因此家破人亡 现在的大曼到了纺织厂 当起来了女工 还要受到监工的毒打 他是想罚自己 他想让你有一天能再原谅 那时候是他年轻 爱虚弱 想得到犯错 可是什么错 得用这么长的时间来罚自己啊 听到这里的天佑 却只是冷横一声 一个人一个活法 千金难买我愿意 这六年时间 天佑在狱里所受的谷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他也不指望别人能够感同身受 天佑一个人来到母亲的坟前祭拜 而夏德发也追过来 再次向天佑忏悔 面对眼前的仇人 天佑会不会为之动容 而她的复仇计划又将如何展开 男人正在向自己的母亲祭拜 而害死母亲的凶手 却在身旁跪求她的原谅 大哥对不住你 这一切全都是大哥的 我为了拿回那个贷款的协议 但是我发誓 我向天发誓 我拿我命发誓 我们俩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兄弟 六年前夏德发 为了自己的利益 又到天佑的老婆大曼拿回贷款协议 而天佑也含冤入狱 自己的母亲因此逝世 我一直过的是生不如死的日子 我一直在想 我怎么样才能够保护 我当年犯下的故事 此刻的天佑不为所动 杀母之仇 夺妻之恨 她的心里只有如何复仇 面对一旁苦苦哀求的夏德发 天佑打断了她的话 她不想见到外人 等到夏德发离去 天佑对着母亲的墓碑暗暗发誓 满仓也对老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两人的担心不无道理 如果天佑报复二人 最终的结果必将鱼死网破 到最后伤害的将是身边所有的人 满仓不想看到兄弟之间相互报复 她要想办法把天佑拉回来 祭拜完母亲的天佑走在路上 而大曼却在门口等候多时 可天佑只是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 转身便回到了家中 得知天佑出狱的消息 普修担心的跑过来询问 我听说天佑出来了 你去找她了 让你碰她呢 你说当时大难临头 谁不该顾着自己啊 不过去那么多年了 她怎么还那么记仇啊 你俩不是兄弟吗 当初正是普修帮夏德发出的主意 两人联手成功的让大曼出卖了天佑 现在的夏德发实在不想看到眼前的女人 下德发不害怕天佑对自己的报复 但是却担心得不到对方的原谅 满仓劝她慢慢来 都做点好事 这样才能够让天佑看到自己的改变 我都听你了 只要是能让天佑来了呢 那啥不信 同正待发的天佑回到了德佑局 而小曼也把这几年的账本交给了她 在她入狱的这几年 都是满仓让自己的老婆帮忙打理德佑局 现在呀德佑局越来越好 每年光流水有三四百万 光一遇就有七八十万呢 而天佑认为这些钱都是满仓福其所得 自己并不想要 小曼劝天佑手下 她和满仓的印人厂生意越来越好 现在的她也该回去帮帮自己的老公 盛情难却的天佑只好大意 说完这些的天佑想让小曼帮自己一个忙 那就是帮忙打听夏德发的情况 她想利用这些信息去扳倒夏德发 没想到小曼却爽快答应 姐夫 我答应你 但是她也有自己的条件 如果我帮了你这个忙 你得原谅我姐 小曼心疼自己的姐姐 这些年大曼在外也是吃了不少苦头 或许想要复仇的天佑只好暂时答应 但是让小曼保守这个秘密 同志白天在市政府秘书处工作 而晚上则去夜校帮助女工们任子 可是意外地在人群中看到自己的母亲 慌乱的洪志只好让夏慧帮自己带课 自己则匆忙地离开 回到家中的洪志被天佑询问 你不好好上班 办那个干事 爹 现在局势危急 是程志哥组织我们办的 我们想把工人组织起来 争取自己的权利 参加抗日 还有谁 夏慧 听到仇人家女儿的名字 天佑让两人撇清关系 洪志 你很清楚你爹怎么进去的 你跟那个夏慧没关系 那爹没话 如果有关系趁早断掉 否则 咱们爷儿让他就没什么关系了 此刻的田佑 内心只想复仇 他对夏德发的计划会如何展开 而他会不会原谅大漫呢 男人第一次到夜校教书 却意外遇到七年未见的母亲 此刻他并没有兴奋 反而有些慌了 颤抖的手从桌子上拿起粉笔 却因为紧张意外折断 一旁的夏慧 也看到了洪志的母亲 瞬间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善解人意的他决定帮洪志上课 而洪志则慌乱地离开 不愿和母亲相认的洪志 想要换个工厂交课 却被诚挚一语道破 其实洪志也有自己的苦衷 七年前的他 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背叛了父亲 虽然大漫也是被吓得发和谱 就诱导 但是最终的结果 还是导致了父亲入狱和奶奶离世 其实洪志也想和自己的母亲相认 但是碍于自己的父亲 无奈的只能选择妥协 诚挚答应帮忙劝说他的父亲 但是因为人手不足 洪志还是需要回到工厂教学 接下来的日子 洪志每天晚上都要到工厂教课 而大漫也没有着急和儿子相认 虽然洪志表面上装着 对母亲熟视无睹 但当他看到大漫因为过度劳累 以至于现在看书竟然用上了老花劲 他内心坚强的防线 还是忍不住崩塌了 七年来再次听到儿子呼喊自己 大漫的眼中已经充满了泪水 看着眼前的母亲 洪志跪了下来 大漫激动的来到洪志面前 守得云开现月明 大漫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得到母亲原谅的洪志回到家中 正好看到父亲正在抚摸奶奶的一笑 洪志知道父亲一个人非常的孤独 他劝父亲把母亲接回家 无论我娘犯了多大的错 她惩罚自己已经七年了 还不够吗 你只知道自己在受苦 可你想过吗 所有的人都在受苦 看着洪志不断的替自己母亲说话 天佑打断了她 你光知道心疼她 有没有想过心疼心疼你爹我 你爹蹲大老蹲了那么多年 受了那么多苦 你不是没看见的 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在牢里受苦 所以过去我才没认过你 连你想过吗 你在牢里受苦的时候 我娘也陪着你 此刻的天佑脑海中不停地闪现着 自己在监狱里面所受的折磨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心疼她是吗 心疼她可以去找她 自己人一份到我来了六年 我娘可以自己一遍过一遍走 洪志无法理解眼前的父亲 扑着找到了自己的老爷 老爷 要是我娘愿意回来 您这儿能让她住吗 咱们三个人一块过行不行 老江拒绝了洪志的请求 你娘她 老江心疼自己的女儿 但是更要为了这个家者想 他告诉洪志 总有一天自己的父亲 会原谅母亲 而承志也找到了天佑 替他们兄弟说和 天佑说 您和德发大伯之间的恩怨 就让他过去吗 眼下该是中国人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的时候 天佑打断了他的话 一马归一马 说起和日本人之间的仇恨 我一点都不逼你少 但仗要一笔一笔的算 等我先算清了和夏德发之间的旧仗 再找日本人算仗 因为常年在外地 天佑所经历的事情 惩治并不知情 天佑圈对方不要再说 因为他的复仇计划已经展开 而此刻的夏德发 看着眼前的报纸 明白了该来的终于要来了 男人在短短的三天 连续上了两次热搜 可是现在的他却面色凝重 和日本人和开烟馆 祸害中国人 这样的罪名 就算是人送外号 半青岛的夏德发 也吃不消 树大着风 眼下的夏德发来不及多想 急忙派出手下 出去调查此事 正当夏德发拿起电话 女儿夏慧 却气汹汹的跑了过来 夏德发是扣否认 而夏慧却并不相信 夏慧 夏德发当初的确是靠烟馆发的家 他没有向女儿隐瞒此事 但是对于他现在的地位 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 现在爹号称是半青岛 论身家论地位 爹完全没有必要为挣持点小钱 去做这种令万人唾骂的事 对吗 那我娘呢 我娘她干没干 听到这里的夏德发心中一紧 有所怀疑的他 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在安慰完女儿之后 马上回家 夏德发拿着报纸这款普秀 没想到对方却直接承认 拜家娘们倒不担心 毕竟报纸上登的又不是自己的名字 而当夏德发得知自己老婆真的在和日本人做生意时 更是吴雨他妈给吴雨开门 吴雨到假了 夏德发看着眼前的老婆恨得咬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 只好答应对方只要说出烟馆地址 就提高以后给她的家运 你烟馆开哪了 你猜 你猜我告诉不 胡秀本不打算出售烟馆 但是女儿却又找上了他 娘 那他烟本身就是非法的 更何况 现在都在呼吁抗日 你要是和日本人合开烟馆 那不成了汉奸了吗 听到汉奸两次 胡秀心中意惊事情闹到如此地步 已经超出了普秀的控制范围 为了自己的女儿 普秀找到吉孙愿意用一百万出售自己的股份 而在生意场上抹划滚打多年的老狐狸 吉孙把普秀提出的返还一百万的股价压低到十万 这样吧 我再让你一把 五十万 十万 三十万总可以吧 十万 一分不多了 普秀自知吃了大亏 但是眼下的情况自己别无他法 但是他还是留了个心有 十万就十万 不过算我把股权转让给你 等风头过了 明年我再接着看 普秀从来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在吉孙这里的损失 他要想办法在下得发身上赚回来 少这一百多万呢 你得不给我啊 普秀啊 你别得给我耍小聪明 现在外的抗日情绪越来越激烈 如果这个时候出事 咱俩还在事儿想 会是这前途事儿的 你的生活费呢 我每年再给你加点 但是前提 是你以后没事别出去 老老师在家给我待着 夏德发一边说着 一边把普秀往外推 而这时普秀却想到了自己的生活费 解决了烟款的问题 夏德发终于松了一口气 而他也明白到底是谁把这件事捧了出去 天佑 六年前夏德发背叛了兄弟天佑 从而让他含冤入狱 而整件事情正是出狱后的天佑首次复仇计划 他要让夏德发身败名裂 天佑看着手中的报纸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此刻的他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 而满仓却拿着报纸闲了质问 天佑直截了当地承认 听到满仓还在维护夏德发 天佑怒目原政 满仓不相信夏德发还在开烟馆 他告诉天佑这些年夏德发 一直在为自己赎罪 希望对方念在曾经的兄弟情放过他 天佑不指望满仓理解自己 毕竟谁都不曾知道自己六年来在牢中所受的罪 自己的亲兄弟和仇人站到了一起 天佑痛心疾首 天佑手里还有什么证据 而夏德发又将如何应对呢 这个爱国青年三观尽悔 闹了半天自己的父母才是最大的汉奸 普修背着夏德发偷偷的和小日本和开烟馆 没想到却被抱着曝光 本想着把烟馆转给日本人就可以平息此事 却有人向报社透露了烟馆的地址 而背后的始作俑者正是夏德发昔日的好兄弟陈天佑 看到报纸的夏德发脑袋大了一圈 吩咐司机赶往烟馆查看情况 而此时的烟馆被一群学生围的水泄不同 同学们还记得吗 他们在青岛公开的贩卖鸦片出来的 他们自己都宣布鸦片是非法的 更有一群僧人 一群没有良知 没有民族尊严的中国人 和这些日本人浪费为限 同胞们 我们能不能答应 最后赶来的夏德发本向下车道歉 但是看到学生们群情激愤 只好坐在车里 学生们准备动手砸了烟馆 却被眼前的二鬼子拦了下来 一群人浩浩当当的就要去捉拿夏德发 却被赶到的普秀挡住了去路 苦秀霸气地拿过报纸撕成两半 全放屁 什么 你说烟馆跟你家没关系 当然没关系了 这是有人存心陷害我 警察先生 我是来报案的 有人诚心在报上破坏我们家名誉 你们到底管不管啊 学生们并不吃虎啸这一道 推开虎啸就要去找夏德发 而日本人此时也赶到了现场 看到集村的普秀赶紧跑了过来 集村先生 你可算来了 你等于跟他们解释解释的 这烟馆是不是您自己的 夏太太 您在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啊 普秀也是瞎了眼 竟然相信了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日本人 咱们昨天不刚刚说好吗 我们昨天在说什么 好啊 同学们听到了吗 他们昨天还在商量 想瞒天过海欺骗民众 此时的普秀还想狡辩 没想到集村更狠 这房子是我的 我早就租给夏太太 夏太太 你得跟他们说呀 听到这里的学生们说着就要回去砸了眼管 而集村却一声令下让手下钱去殴打学生 场面瞬间十分混乱 车里的夏德发看着眼前的闹剧相当揪心 但是也只能无奈离去 第二天一早 小曼高兴的拿着报纸找到满仓 看到报纸的满仓担心起来 急匆匆的去找大哥夏德发 此时夏德发别墅外面又被昨天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 众人叫嚷着要夏德发出来道歉 到门口的满仓看着眼前的情况察觉不妙 联盟上前安慰众人 夏德发看到眼前的满仓如同看到了救星 满仓欠夏德发出去道歉 只有这样才能平息民愤 一旁的普秀知道满仓的来意 蛇蝎心肠的他做出了更过分的事情 你们俩别搭理那些穷鬼 这些人就是看见我们家发财了眼红 都放心啊 我已经报警 警察一会儿之后 得知警察要来 夏德发害他事情更加难以控制 顾不上普秀的他连忙拉着满仓走了出去 各位青岛市民 这一切都是夏某人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愿意在这儿向大家认罪 说吧夏德发 你打算怎么向青岛民都认罪 报证证实说我跟 这个烟馆脱不开干系 那不管我是否在经营这个烟馆 这个责任 我一力承担下 第一 我起草认罪声明明天见报 向大家道歉 第二 我将为西大森建一条路 以弥补我的过失 以补过坚 夏德发年轻的时候 做了很多措施 但是自从天佑因为自己入狱后 夏德发便通改贤妃 他也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赎回自己的过失 而民众看到眼前的夏德发如此真诚 决定相信他 随后便逐渐散去 一旁的满仓心里不是滋味 他不想看到兄弟几人互相争斗 决定找到天佑说个清楚 天佑 你够了 满仓能够说服天佑吗 而天佑还会对夏德发 展开怎样的报复呢 我说你是你们人是不是抽花枪电线短呢 你不在家带人出了下山子什么呀 看到他们抽过血流呢 你高兴了你 在老实的人也有脾气 请不要触碰他的底线 而亲情 这是满仓最看重的东西 在小曼没来之前 满仓找到天佑希望对方能够收手 毕竟大哥夏德发已经受到了惩罚 天佑 你够了吧 可是对天佑而言 现在还只是开胃惨 你问我是不是够了 那要问我那六年的黑牢 还有咱们死去等 曾经的天佑英俊潇洒 有着漂亮的妻子 丁华的儿子 善良的母亲 可是却被自己的结拜兄弟出卖 而喊云入狱 而他这六年来在狱中也是受着非人的折磨 就因为天佑曾经是一个有钱人 狱中的老头和手下就整日以欺负他羞辱他为乐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也是天佑最为难过的时刻 我每天晚上藏在床上 冰子的房子 我每一个神情 每一根骨头 没有谁能够做到感同身受 哪怕是此时的满仓也体会不到天佑的痛苦 而天佑的痛苦还是来源于自己的大哥 看着眼前的满仓沉默不语 丁佑把狱中欺负自己的老头下场说了说了 那个老头后来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有天早上 他又要到啊 不明要我怎么到 他又过来打我 但这次结果不在意 我把他在头 在栗上 吵极把他 椅子拉 椅子上 哎呀 俗话说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看着眼前的兄弟 满仓如耿在喉 可是从小缺少亲情的满仓 更看重感情 现在的夏德发已经得到惩罚 希望天佑能够收手 我曾经尊他为大哥 我曾对他的 你比谁都清楚 大哥已经受惩罚了 声语也毁了 女儿也离家出走了 你该出的气都出了 而此时 小曼却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 姐夫啊 你真是太厉害了 这口恶气 总算给出了 旁边的满仓一脸疑惑 怎么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夏德发那个烟馆的地址 是我帮我姐夫打听出来的 费可大劲了 老实人也有脾气 听到这里的满仓 再也忍耐不住 我根本没跟你说过 天佑跟德发之间的事 你别在天才下火了 你知道烟馆的事 为什么不起提醒大哥呀 你过来想挑补什么呀 看到他们头过血流的 你高精了你 而小曼早就看不惯夏德发 要不是当初夏德发诱导自己的姐姐背叛天佑 现在也不会沦落到纺织厂做女工 老板仓 你有本事 给你大哥让人去 他把我姐夫害成这样 你还一口一个大哥 一口一个大哥 你相处不分 里外不分 这样一大人 老婆和兄弟联手对付自己的大哥 这让满仓的脑袋彻底短路 心情复杂的 他只好气愤离去 小曼过不上满仓的离去 因为他和天佑联手 正是因为对方答应了自己的条件 你的事 我帮你做完了 你得原谅我姐 叫我姐回家吧 天佑虽然不想见到大曼 但还是信守承诺 没问题 你去告诉他 门场开始 他想回来 随时都快 迫不及待的小曼 找到自己的姐姐 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 起初听到消息的大曼 很惊喜 但当他听小曼 转述天佑的原话后 眼里的光亮 就突然暗淡下去 大曼知道天佑的性格 他也知道天佑 并没有原谅自己 大曼安慰妹妹 不要担心自己 随后便转身离去 任凭小曼 在自己的背后哭泣 大曼最终能够得到天佑的原谅吗 而小曼能够得到满藏的原谅吗 男人为了复仇 抛弃了老婆孩子 而自己的弟弟 却劝他及时收手 哎呦 这是这么多年了 他逮过去了 放开 仇恨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是天佑却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宁愿拼到两败俱伤 也要致夏德发于死地 天佑对上次的报复并不满足 当他得知上海的银行 因为挤兑而破产的消息时 心中便有了计划 通过打探道的消息 和自己精密的计算 天佑算出夏德发的银行 只剩下三百万的储备金 而一旦发生几对缝播 夏德发必然破产 坚佑聚集了商号里的所有工人 给每个人手中都发了一块大洋的银行兑换单 大家看好了 这个是东海银行发行的东海调 年额是一百元 能兑换一块大洋 一会儿到了东海银行 大家一定要嚷嚷起来 都大点声 打起来对方 一定要把周围的人都吸引过来 大老板说了 只要能达到这个效果 这对出来的一块大洋 就会大家自己 重赏之下逼游泳夫 众人拿着兑换单 好好当当的前往夏德发的东海银行 天佑的计划很成功 银行门口很快变得闹闹哄哄 而一部分伙计 也在旁边向不明所以的路人伸风顶 东海银行快不行了 快样子 马上要逃避了 路人也在鼓动下纷纷加入了兑换的行李 此时的夏德发着急的向热锅上的蚂蚁 短短的一天下来自己的银行已经兑出去120万 随着外面的人越来越多 要不了多久东海银行就会被兑换移工 普舅提出向日本人的银行求助 被夏德发一口回绝 绝对不能找 我夏德发绝不做罕见 可是当夏德发打电话 向其他银行求助时 却被一一拒绝 上次的燕管事件 让所有人都误以为夏德发和日本人还有合作 所以都不想和他有什么联系 天佑的行为落在满仓眼里 自己却无计可施 只好找到岳父老江求助 可是老江作为门外汉 对做生意一窍不通 满仓却从老江无意的话里受到启发 他决定用存钱的方式化解夏德发的危机 满仓决定先劝劝天佑 避免让仇恨越积越深 这段时间我不知道你想没想 可是我想了挺多的 就算你把他整垮了 你整死他 若发完了你就完了 你完了我也完了 我完了 咱们当时说的德佑剧就都完了 完了就完了 看着眼前一意孤醒的天佑 满仓不想让他在复仇路上越走越远 决定帮助夏德发 第二天来银行兑钱的人越来越多 夏德发几乎崩溃 他知道如果再调不来资金 自己的麻烦就会更大 他也有想过让天佑搞垮自己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对方的原谅 此时楼下又来了一大拨人 夏德发急忙让伙计前去查看 他万万没想到这群人确实来存钱的 这波操作让跟风取钱的人瞬间安静了下来 而天佑的伙计看到满仓只好失去的离开 而挤队的人见状纷纷撤离 夏德发看到了人群中那个熟悉的人影 他才明白原来是满仓帮助了自己 危机暂时解除了 可是天佑会这么轻易放弃吗 天佑筹备了六年的复仇计划即将成功 没想到却被自己的新弟弟半路破坏 得知消息的天佑过不上生计 他要到应燃厂找满仓要个说法 只见他一把掀翻面前的桌子 狠狠地抓住了满仓的衣领 天佑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干了什么 今天要不是你 我就把他打垮了 满仓紧紧紧地拽住天佑的衣袖 满仓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天佑越走越远 夏德发已经多次受到惩罚 从小一块长大的三人都了解夏德发的秉性 如果他真的想反击早就已经还手 而不是让天佑处处打压 满仓不想看到三兄弟与死网坡 因为他们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日本人集村 可是天佑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看着离开的天佑 身旁的小曼对满仓也发起了火 我说今天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 弄了半天都存钱去了 你哪儿的钱 你哪儿的钱 满满仓 小曼对夏德发没有一丁点好感 要不是因为他 自己的姐姐大曼也不会到现在还有家不能回 他实在不能理解满仓的做法 小曼哭着回到了父亲家里 一张嘴又是那句话 小曼一五一时的把事情经过告诉了父亲 老江作为满坟岳父 对旅居满仓打心眼里信任 满仓这孩子呀 心大 为人厚道 你别看他整天闷糊糊的 可他心里呀 比你们都明白 老江相信满仓这么做自有道理 他劝小曼回去别老找事 没想到小曼这次是铁了心要离婚 你怎么总向着往满仓说话呀 你也别劝我了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跟他离婚 我真没法跟他过了 红爽 眼看软的不行 老江只好使出了杀手锏 给我回去 你走不走你 快走 送走了小曼 老江决定让洪志去接大曼回家 洪志终于等到老爷松口 兴奋的他立马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在纺织厂工作的母亲 你不会是骗娘吗 我怎么可能骗你了娘 得知被父亲原谅的大曼喜极而起 老江心里一直挂念大曼 但是碍于天佑才不让大曼回家 但是看到现在的天佑一心只想复仇 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儿无期限地等下去 等到夜深人静 老江却让洪志回去陪自己的父亲天佑 他不想让天佑一个人孤苦伶仃 懂事的洪志虽然不愿意 但还是回到了家里 洪志苦口婆心地劝父亲收手 可是天佑却依旧执迷不悟 看着眼前的父亲 洪志终于忍不住了 老爷让我把我娘 接回他那儿住了 很正常 他毕竟是他亲闺女 爹 够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完呀 完不了 我对你太失望了 此时的天佑重判亲离 看着母亲的遗像 天佑不明白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自己 忙了一天的满舱回到家里 看到桌子上小蛮留的愤惨 这才把心放下 而小蛮回到家并不解气 他把满舱粘到沙发上去睡 半夜里睡不着的小蛮跑到客厅 却看到满舱在沙发上酣睡 回到卧室的他越想越气 准备把柜子里满舱的衣服全扔出去 没想到却从里面掉出了一个小布包 而里面竟然是两人多年前去医院检查的诊断书 他才知道原来是自己得了不孕症 而不是满舱 他没想到满舱这么多年委屈自己 来换取他的心安理得 他哭着走到满舱身边询问 而满舱却担心这件事给小蛮带来压力 用不经意的语言来淡化这件事情 听到这里的小蛮再也忍不住了 一篇报道竟然毁掉了这个男人的所有产业 夏德发以为有了满舱的帮助 自己可以逃过此劫 没想到天佑的手段更加狠了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谣言往往比真相更加可怕 天佑只是向报社透露夏德发银行储备金不足的消息 就足以让存钱的老百姓人心惶惶 车里的夏德发看到银行已经被人为的水泄不通 身心俱疲的他决定再次向天佑认错 可是任凭夏德发如何道歉 对方始终无动于衷 沉默许久的天佑转身扔下手中的报纸 走到母亲一向前上向 害死母亲的仇人跪在自己面前 可是天佑的内心依旧无法填满 人都已经走了 现在的道歉又有什么意义 看着眼前的夏德发 天佑终于开口说话 夏德发看了看天佑 又看到天佑母亲的遗像 知道对方不可能原谅的夏德发 只好离开 失魂落魄的夏德发回到家中 脑海中不断地闪现兄弟三人曾经的日子 而当看到天佑被自己出卖而被抓走时 夏德发猛然惊醒 此刻的他大口喘着粗气 终于明白自己应该如何解决这件事 本可以一走了之的夏德发决定正面面对 他来到银行告诉前来挤兑的人群 自己还有其他产业 目前储备金确实不足 但他不会让储户血本无归 他会用其他产业的利润弥补银行的不足 请大家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储户相信了他的承诺 渐渐平息下来 而就当人们准备离开时 一个人的声音却突然响起 夏德发这个时候你还敢多见日本人 我哪多见日本人了 对 夏德发在准备吻着你们 他老婆去找日本人了 他一定是想把银行买给日本人 等于平息的处后 听到这里又愤怒了 纷纷指责夏德发是大汉奸 其中一个人直接动手 而旁边的众人一拥而上围殴了他 还好银行的伙计及时出现 把他救了回去 面对伙计的询问 夏德发终于做出了决定 宣布破产 曾经的他因为贪财 而和日本人合作 从而害得天佑含冤入狱 此刻他中肠苦果 得知消息的洪志回家 劝父亲就是收手 爹 你停手吧 昨天 日本的军队在青岛登陆 青岛民众 现在群情激愤 一直要求市政府抗日 日子企业的工人们 也都行动下来 可能这个时候 你只想着自己复仇 你心里想搞垮中国人自己的企业 你到底站在哪边 可是天佑依旧被复仇蒙蔽双眼 此时的他只想搞垮下多方 然后再去找集村复仇 洪志看到父亲走火入魔的做法失望头地 他决定离开这个家 洪志看着父亲此刻的眼神 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 满仓对天佑的做法也十分不满 他把天佑约到了茶楼 推门而进的天佑看到夏德发转身要走 而满仓却将一把匕首扔到了桌子上 天佑不解地问满仓这是什么意思 满仓告诉他今天是想彻底了解他和夏德发之间的恩怨 三人看着桌子上的匕首默不作声 满仓继续对着天佑说道 当时的日本人掌握了青岛的经济命脉多年 满仓觉得是时候和对方做个了断 也彻底解开兄弟三人这几年来的恩怨 听到这里的天佑没有说话 而是看了一眼面前的夏德发就转身离开 看着天佑的背影 二人的脸上写满了无奈 这个女人的老公刚破产 他就找上了日本人 吉村先生 我可是给你带来一种好生意 普修要敢在夏德发之前偷偷地把他名下的产业都卖掉 他认为不管夏德发在外面赚了多少钱 都有自己的那一份 吉村是何等的狡猾 现在的他正被工人视为游行闹得头疼 而普修的女儿夏慧正是其中的一员 他告诉对方如果想让自己买下他家产业 除非把工人组织聚会的地点查出来 而他们也把夏慧列入了抓捕名单 听到这里的普修吓坏了 普修急忙答应吉村打听地址 但是要求对方一定要在夏慧离开之后实施抓捕 普修根本不知道女儿现在的住址 回到家的他立马找到了佣人鱼妈 自从普修和吉村和开烟馆的事情曝光 夏慧就和普修断绝了来往 然后在父亲的安排下重新在外面找了住所 太太小姐和老爷再三嘱咐过我 不让告诉外人 不告诉外人 那我是外人吗 平日里余妈常去帮夏慧打扫屋子 但夏德发和夏慧都交代过他守口卢品 普修知道这样肯定问不出来 便威胁他如果不把地址说出来就让他卷铺盖走了 余妈架不住普修的逼迫 只好把地址说了出来 普修转头就把得到的地址交给吉村 对方承诺不抓捕夏慧 但是让普修想办法让女儿离开 等到普修离开 吉村马上通知了手下行动 此时夏慧和洪志正在印刷宣传用的单页 余妈却突然找上门 告诉他夏德发突然病重 让他赶快回去一趟 信以为真的夏慧吓了一跳 连忙回家探望 此时作为工人组织领导者的成志却回来了 因为今晚的会议是大罢工的最后一次协调会 可是现在的他并不知道这里已经被人盯上 草丛中埋伏的几个二鬼子看到成志 立刻让手下回去通知带更多的人来实施抓捕 成志进来后不久 另外一名成员小楚也赶到了现场 没想到小楚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他告诉成志外面有人在监视他们 成志马上到窗口确认情况 看到草丛中闪烁的人影 他立刻把小楚和洪志分别送了出去 他知道自己对于日本人更有价值 只要他不走 那些二鬼子不会轻举妄动 他让洪志背着书包假装去上课 可他没想到正是这一举动害了对方 门外的二鬼子看到洪志拿着书包匆忙离开 立马派人追了上去 洪志很快发现了后面跟踪的人 他紧张地兜着圈子想甩掉他们 没想到却遇到了前来报信的下回 洪志哥 别过来 我身后有尾巴 原来下回回到家中发现父亲安然无恙 询问于妈之后才知道是母亲骗自己回来 此时的朴秀担心地跑了过来 娘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你这傻孩子 要不是娘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我靠你啊 那个地方不能再去了 早将日本人给盯上了 你把那个地方告诉日本人呢 听到这里的下回大骂自己的母亲是汉奸 悟不上生气的他夺门而出去通知要开会的人 洪志为了下回的安全只好坐了下来 没想到下回却坐到了他的旁边 下回为了保护洪志 从他手中夺下了书包 暗处的二鬼子看到分别离开的二人 决定追捕拿着书包的下回 为了抓到下回 二鬼子叫来了更多的人 此时的下回东走希望 始终无法摆脱跟踪的二鬼子 最后竟然走到了洪志家门口 走投无路的他只好进去躲在院子里 此时屋里天佑正和满仓一块吃饭 听到动静的他以为是洪志回来了 推开门一看却发现神色慌张的吓唬 天佑看周围四下无人 以为他不愿回家是家人追他 便狠狠地拒绝了他 我不管你想来干什么 以后都请你不要辞 六叔 记住 我家不欢迎夏家的人 回到屋里的天佑把情况告诉了满仓 而对方却突然想起城志和夏慧正在组织的工人罢工 听到这里的天佑终于意识到了失态的严重 这个女孩正被四十个汉奸追赶 走投无路的他竟然躲进了仇人家里 推开门的天佑看到院子里的夏慧 不等对方解释就要赶他出去 回到屋里的天佑把情况告诉了满仓 对方却突然想起城志和夏慧正在组织的工人罢工 听到这里的天佑终于意识到了失态的严重 被驱赶的夏慧只好冲到大街上继续逃跑 却被追赶的二鬼子再次看到 出来寻找女儿的夏德发看到夏慧被二鬼子抓住 着急地想要上前拼命 却被几个人拦住 而察觉不妙的满仓天佑也从家里追了出来 舅父心切的夏慧一口咬在二鬼子胳膊上 对方吃痛松开了手 没想到对方却直接拔枪 天佑本想上前拼命 却被满仓了下来 夏慧劝天佑放手 因为只有自己被带走才能避免大家被二鬼子伤害 迫于二鬼子的威胁 天佑只得放手 被带走的夏慧哭着哀求天佑 众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夏慧被对方带走 普秀看到失魂落魄的夏德发回到家中 着急地询问女儿的夏洛 愤怒地夏德发抬手给了她一耳光 普秀这才知道是自己害了女儿 他着急地找到吉村让对方放了下回 谁知道吉村对普秀不屑一顾 对自己承诺也出而反而 气疯的普秀紧紧地抓住对方的衣服不让她走 还愤怒地打了吉村一耳光 吉村终于被激怒 她把普秀推到了沙发上 对方一个女人自然不是吉村的对手 作恶多端的普秀就这样被吉村活活掐死 而吉村命令手下将普秀丢到海里 制造普秀溺水而亡的假象 得到消息的夏德发前来认领尸体 确认是普秀之后夏德发的眼神复杂 随后转头而去 而经历夏慧被抓的天佑也是幡然醒悟 此时她才明白之前是多么的愚蠢 因为自己对夏德发的复仇伤害了身边所有的人 她决定向前看 来到匹柴院的天佑看着熟悉的一切 跪在老江面前祈求对方的原谅 而老江早就在等这一天的到来 随后老江让天佑去找在外面游行的大曼和洪志 此时大街上反对日资压迫的大坝公正如火如荼地举行着 上万名工人才加了游行 可恶的日本人袭击了游行队伍 而洪志也被抓了起来 大曼拼命上前保护自己的儿子 但洪志还是被抓走了 而正当日本人的棍子朝大曼袭来 却被一个宽厚的身影挡下 天佑吃痛放倒了两个日本人 步不上头泼血流的他拉着大曼逃了出来 回到家中的天佑拉着大曼的手 两人终于互相得到对方的原谅 天佑让满仓把夏德发叫到了德佑剧 看到眼前的一切夏德发感慨万千 而当天佑来到大堂时 看到夏德发搬着凳子正在擦拭德佑剧的牌匾 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怕这么高 不怕甩着 天佑带着夏德发来到了母亲一向前 瞬间明白了天佑的意思 他激动地跪下磕头 解开心结的兄弟三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三兄弟从结识到结拜再到风风雨雨走过的这些年 往事一幕幕从心头掠过 叠放在一起的手掌也代表了他们三人新的开始 由于大罢工很多进步青年和学生被抓 未知愤慨的青岛商会决定集体情愿 可是沈市长迫于日本人的压力 只答应会慎重考虑 转眼到了1937年 满仓带着小曼到医院检查 医生竟然告知小曼怀孕了 没想到当初的中药起了作用 已经40多岁的两人喜极而泣 两人回到家里时 夏德发和天佑正在他们家里等他们回来 满仓把小曼怀孕的喜讯告诉了他们 谁知他们神情凝重根本没有像他们一样高兴 满仓这才意识到有事发生 40多岁的女人吃了十几年中药条理终于怀孕 这让中年得子的两人兴奋的像个孩子 回家路上满仓小心翼翼的照顾着小曼 生怕有什么闪失 没想到刚进门就看到夏德发和天佑都等在家里 满仓开心的把喜讯分享给二人 可他们却表情凝重 满仓这才意识到有事发生 是不是孩子的事有事啊 不会是什么坏事吧 原来三人的孩子都参加了抗日的工人游行 经过商会的争取洪志和夏会都被放了出来 可是满仓的干儿子成志却被判了死刑 得到消息的满仓急忙去找沈市长 没想到却被秘书告知市长不在 而且对方知道满仓肯定要来 所以允许他和成志见上一面 听到这里的满仓知道回天无力了 他绝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成志是古兰大姐的儿子 第一次相遇古兰就从流氓的手中救下了满仓 而满仓也是在古兰那里了解到他们夫妻都是革命党 都是为了拯救所有的穷苦大众 而古兰致远夫妻最终都为了革命道路牺牲了自己 临终时古兰把成志托付给了满仓夫妻 而二人一直以来也都把成志当成自己的亲儿子对待 小曼看到满仓回家急忙上前询问 不知如何开口的满仓只能捏着自己的一脚 看到小曼跪在自己的面前 满仓艰难地告诉他没办法就出成志 听到这里的小曼伤心极了 痛苦地捶打着自己的肚子 小曼求着满仓在想想办法 可是满仓知道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成志的老婆 秦儿接过来见最后一面 来到狱中的秦儿告诉成志两个好消息 一个是洪志和夏慧想要加入共产党 另外他们阻止的工人罢工也让日本人做出了让步 这对成志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而满仓也告诉了对方小曼个怀孕的消息 听到这里的成志非常高兴 因为他一直愧疚没有机会报答满仓夫妻的养育之恩 而他也想趁这个机会完成自己的心愿 临行支持 让成志叫一声爹娘 成志隔着劳门跪在满仓夫妇面前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叫了他们爹娘 爹娘在上 尺寿孩儿一拜 成志把一张纸交给了即将离开的满仓 而上面正是成志画的他们一家四口 成志笑着转过头 拨着沉重的脚料艰难的前行 而这也代表了几万万共产党人为了新中国这个梦想前进的道路 成志的墓碑就在古兰志愿夫妻的旁边 但是他没有遗憾 因为他知道还会有更多的共产党人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 告别了成志 满仓和天佑几人准备联手对抗吉村 而这也将是他们三人和吉村之间的最后一战 这个智商高达250的男人又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正当所有人因为战争而抛售棉纱的时候 满仓却反其道而行 那我们把大家要抛出来的棉纱棉布都吃下来 然后再高价卖给日本人 可是依靠他们兄弟三个无法控制市场上棉纱的价格 满仓却把眼光投向了青岛商会 可是国难当头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为国家考虑 抛 只能抛 再不抛 等日本人来了 到时候明抢 这些东西不还是他们的吗 这个时候抛售物资 无异于是把多年积攒的财富拱手相让 还帮助日本人用他们提供的物资对付中国人 大家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如果日本人在青岛登陆 到时候不管如何做都会被万人唾骂 看着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满仓占了起来 沈红烈杀了我儿子 恩我有杀子之仇 但是针对于日本人会不会在青岛登陆这件事情上 我愿意相信他 我建议大家团结起来 把日本人想要的棉纱棉布 以最高的价格抛售给他 大家要用尽一切办法 不能让一寸棉纱 离开青岛 不能让他落到日军的手里面 在满仓兄弟三人的慷慨陈词下 商会纷纷表示支持 随后崔会长带领商会来到市政府请命 希望沈市长能给一个确切的答复 如果说中国沦陷了让沈某只保住青岛这么一块净土 沈某做不到 但就此以前 日本人想把青岛作为他们亲华的桥头堡 想在青岛登陆 就是 商会在得到市政府的支持后 在群英所挂牌的棉纱突然提高了价格 狡诈的吉村发现了异常 吉村没有贸然吃劲 而满仓几人却决定继续涨价 吉村向领事馆报告了情况 可是对方却让他带领的日本商人 不管涨到多少都要全部吃劲 吉村带领着一众小鬼子含泪买下了大量棉纱 而且还是高于市场价格50%以上 得知日本人已经开始吃劲的满仓决定继续涨价 他知道现在不管多高的价格挂牌 对方都会吃劲 现在的吉村已经吃劲了几万斤棉纱 光是在群英所交的保证金就达到了几百万 现在的他只能寄希望日本人能够在青岛登陆 否则按照他买进的价格 交割当日必然也是他破产的日子 而总领事却让吉村这些日本商人放心吃劲 因为一旦战争开始 棉纱这种军需物资价格必然暴涨 到时候无论多少都不能满足军方的需要 我明白了 总领事先生作为天皇陛下的臣民 我有义问 为天皇陛下的尖重 有了总领事的指示 吉村看到已经涨价一倍的棉纱 也是眼睛不眨一下全部吃劲 商会这边也开始担心 因为青岛没有中国的军队驻扎 如果日本人真的登陆 到时候所有的青岛人都会遭殃 而沈市长却让大家放心 第二天沈市长就让军队进了青岛 还专门让他们驻扎包围了日本拘留民团的住所和工厂 得知消息的老鬼子气急败坏的前来抗议 而沈市长却说这些并不是军队 是保安大队 他们来青岛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和日子企业安全 沈市长笑着让对方去大街上看看 到时候再决定有没有必要 老鬼子来到了日本人的居住地和工厂 发现周围的确被愤怒的青岛人民为的水泄不通 而老鬼子也明白了沈市长的意图 知道对方是在拿青岛居住的日本人当起了人质 沈市长这一招实在高明 既稳定了社会情绪 又能够保障青岛人民的安全 可是日本人真的会放弃在青岛登陆吗 而满仓和集村的交易又会如何 面对即将在青岛登陆的几十艘日本军舰 这个男人仅凭一个操作就成功保卫了青岛人民的安全 面对日本人即将到来的侵略 沈宏列派出军队把在青岛居住的日本人和日本企业团团围住 名义上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的保安大队 其实是把这些日本人当成了人质 而日本军队投鼠忌器 为了在青岛的日本侨民安全放弃了登陆 此时的集村并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 他还幻想着军舰登陆 到时候自己可以财务全收 他放心的在交割合同上签了字 没想到刚回到办公室就接到老鬼子的电话 听到这里的集村彼得的新冠还要难受 被自己人坑到破产的他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老鬼子劝他把棉沙运到东北或者华北的占领区 这样才能够减少损失 挂了电话的集村怒不可问 可是更难受的还在后面 为了不让日本人拿着中国的东西对付中国人 洪志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组织和支持下 青岛的海运铁路全部罢工 为政府必须马上支持这次 针对任何企业的罢工行动 总领事先生 我国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资源 在目前中日两国交战的情况下 我很难说服工人被敌对国师 当时非常时期 贵国拘留民团的任何非法行动 都可能被青岛市民视为挑衅 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我政府该不负责 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展开 老鬼子为了青岛的日桥安全 决定让他们抛下物资全部撤离 听到这里的小鬼子瞬间慌了神 他们这些日本商人在青岛经商十几年 现在竟被自己人坑到倾家荡产 你这么做事的害人 我们是你这种事 把你提的货物放在仓库里 那些货我们能用走吗 对不起 我不能保证 我已经和青岛市政府联系过了 我们只能保证我们人员的安全撤离 如今的吉村身无分文 他厚着脸皮找到满仓兄弟三人 希望对方能够买下他手中的棉纱 我想请纪尾帮帮我 否则的话 我连一招回日本的船票都来不及了 而夏德发却像打发一条狗一样 从口袋掏出了一块大羊扔到了地上 此时的吉村如同丧家之犬 他并没有去捡那一块钱 而是问了满仓一个困惑他许久的问题 我在青岛 战胜了许多对手 唯独我们 能脑子打的我们 到不展的地步 我想知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满仓告诉他第一次是因为他太轻敌 而第二次他用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就跟这步一样 随便一扯啊 这就断了 你把他们扭在一块子 您再扯就试试 吉村看着手中扭在一起的布条 明白了满仓想要表达的东西 只要团结一致向同一个目标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吉村把布条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现在的他也由衷地从内心敬佩眼前这个男人 虽然赶走了青岛的日本人 但是全国的抗日形势却越发严峻 沈弘烈按照国民政府的指示 决定撤离青岛 而且还要炸毁日本人在青岛的所有企业 防止日本人卷土重来 得到消息的青岛商会力劝对方 这些企业毕竟在中国领土上 而且关系到几万个工人的生存 可是不等对方说完 外面就响起来炸毁工厂的爆炸声 满仓几人痛心疾首 随着战争的逼近 越来越多的青岛人准备离开 夏德发已经变卖了财产准备前往香港定居 而天佑也准备回老家种田过平静的日子 满仓却决定留在青岛 他和小曼的孩子马上要出生 这时夏慧和洪志前来道别 他们要奔赴新的战场要出去闯荡 正当众人面临分离唏嘘感慨时 大曼急忙地赶来 众人急忙赶到医院 外面炮火连天 而产房里的小曼因为高龄产子而面临难产 听到这里的满仓声嘶力竭的朝产房的医生大喊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总算有惊无险母子平安 转眼一年过去满仓幸福地看着抱着孩子的小曼 两个人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虽然现在时局混乱 但是两人还是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 那么多